第1761章发呼于情,指呼于礼。来,抱着我,胡叶说道,阿柔面红耳赤地用双手揽住了胡叶的腰。他虽然跟胡叶相似已久,但两人的关系是发呼于情指呼于礼的,顶多也就是胡叶会偶尔甜不知耻地亲他一口而已,还从未如现在这般亲近过。因此阿柔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们接下来怎么走?直接飞升吗? 这个世界虽然道法不算太昌盛,但民间关于仙人的传说却是很广的。至少阿柔便听过白日飞升的仙人,而胡叶也从不掩饰自己并非凡人的身份。只是以往的时候,阿柔很明智地选择回避此事,但现在终于有机会一起离开了,他的心中自然很是激动。 胡叶文言一笑,当然不是,因为我那个朋友所在的地方离这里很远很远,即便是我,要想飞过去的话也得走很长一段时间,到那时可能连黄花菜都凉了。 啊,那怎么办?自然是走捷径啦,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胡叶笑嘻嘻地说着,然后轻贺一声,报警了。 话音刚落,他的整个人便冲天而起,吓得阿柔赶忙紧紧抱住了他。 刹那间,胡叶便领着阿柔飞离了城市,来至了高空之中。 寒风凛冽,阿柔不禁下意识地将自己整个人都埋进了胡叶的胸膛之中。 胡叶一笑,一条洁白的尾巴骤然而出,覆盖在了阿柔的身上。 感受到这种毛茸茸的温暖,阿柔忍不住惊喜道,小狐狸,这是你的尾巴吗? 呃,柔柔,能不能不要叫我小狐狸了?这要是让我的朋友听到了,我会很没有面子唉。 为什么会没有面子,小狐狸难道不萌吗? 呃,你不懂,总之不要叫我小狐狸了,那叫你什么,要不叫我老公吧? 胡叶促侠地笑道,老公,那是什么意思?阿柔显然对这个专属于地球的词汇感到很是陌生。 嗯,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的意思啊。 不,那好吧,老公,阿柔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形,巧笑倩兮地说道。 胡叶唯唯一争,旋即便倾壳一声,艰难地转过头去,好了。 接下来你可能会有些晕,但很快就会好了。 记得要抓紧我,千万不能松开手。 好的老公,阿柔清脆地应了一声,看着一脸无辜的阿柔,胡叶的心中陡然浮现出一股负罪感。 自己是不是太无耻了,居然欺骗这么纯洁的姑娘。 呸,渣男,胡叶暗暗催了自己一口,紧接着眼中光滑一闪,身后陡然现出了六条尾巴,再加上覆盖阿柔的那条,正好是七条之簇。 只见这六条尾巴在空中摇摆不定,而胡叶的形象也随之而改变,现出了天狐一族的本来面目。 强大的气势在高空之中肆虐,波及范围甚至达到了数百里之遥。 这也是胡叶为何要飞到高空才现出本体的原因所在,若是在城市之中,可能仅仅这股气势便足以震碎满城百姓的神魂了。 与此同时,胡叶闭上眼睛,默默感受着来自灵魂深处的气机。 在他的神念虚空之中,有着点点光滑。 每一点光滑都代表着一处供奉,要知道胡族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当作神明给供奉起来的,更何况是最强大的天狐一族。 每当有人供奉于他之时,便会在胡叶的神念虚空中形成一点光滑。 只要香火不断,这点光滑便会源源不断地向胡叶提供信仰之力。 这种力量对于贵为先王的胡叶而言可能不算什么。 但对于一些弱小神灵而言,这种香火便亦为着力量。 所以在诸天之中其实还有一条修炼途径,那就是广受供奉,积攒香火之力,借以成道。 当然,这种由信仰凝聚而成的神灵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也不得不说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好方法。 这时,胡叶在神念虚空之中默默寻找着。 终于,他找出了一颗相对于其他光点而言显的极为暗淡,似乎随时都要崩溃的光滑。 妈的,香火居然又弱了,看来这次回去是该好好整顿一下灵硬弓了。 胡叶嘟囔着,陡然分出了一丝神念跟着点光滑连接在一起。 轰,一道在顷刻间跨越了无数星空,由信仰之力建立起来的连接就此成行。 紧接着胡叶大鹤一声,给我开,说着他的尾巴如两只手一样聚拢在一起,然后猛地往两旁一分。 卡卡卡,空间被生生撕裂,现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时空通道。 从中一涌而出的时空乱流更是横扫了整片高空。 胡叶却呵呵一笑,柔柔抱紧了,我们走。 初霸,他抬脚便迈入了这时空通道之中,然后消失不见。 时空通道狂暴依旧,可就在这时,一根毛茸茸的尾巴突然伸出,然后猛地一挥。 这个时空通道便骤然崩塌下来,狂暴的时空之威直接撼动了整片虚空。 虽然紧接着这个时空通道便收敛于无形了,但在那一瞬间所迸发出的威力还是令此方世界的所有强者骇然抬头,看向了此处。 怎么回事,为何高空之中会突然传来如此令人心计的威势,然后又消失无踪了呢? 当然,他们的这个疑问是注定得不到答案的。 因为始作俑者早已离开此处,消失在了茫茫时空之中。 地球、范靖山、灵印宫,作为具有千年传承的大庙,此刻的灵印宫却是破败不堪,一派凋敝景象。 而造成这一切的直接原因就是香火信众的严重流失。 而这种现象也并非只是灵印宫一家,实际上现如今的华国,除了那些正派信仰之外,其余的各种信仰都在迅速凋零。 用这些昔日信众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有活着的华族守护神,谁还愿意去拜这些木雕泥塑啊? 没错,因为薛安一直以来的表现,他已经被民间乃至官方尊为华族的守护神,并加以供奉起来。 只不过薛安并未对此太过留意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现如今的灵印宫确实是一派荒凉景象,甚至连大殿的门都因为年久失修而坏了一扇, 使雪清也没钱修,干脆就随便找了快费采钢给党上了。 采钢上甚至还喷着肿壶养殖长几个大寺,放在这里显得颇为应景。 第1762章我拿你当兄弟,你却泡我妹妹。 没错,现如今还留守在灵印宫中的就只有石雪清这一个人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他,这位姑娘在胡叶第一次降临地球的时候就是灵印宫的首席大弟子。 现在他已经高升了,成为了灵印宫的掌门。 只不过他这个掌门能管的只有他自己一人而已,同时还得坚韧看门跟扫地的。 此刻,施雪清点燃了一柱清香,插在了香炉之中,然后便仰起头来探向了那尊破败不堪的狐仙神像。 哎,祖师爷,这已经是最后的一柱清香了,您要再不显灵,以后咱们可就连这个都烧不起了。 神像默然不语,施雪清哀声叹气地说道,祖师爷,我知道您喜欢吃牛肉面,可问题是咱们现在也买不起啊。 所以凑合凑合得了,而且山下的牛肉面馆老板娘已经说了,再不还他的面前,他可就准备拆您的神像了。 神像还是不吭声,林书您上次好歹也显了一次灵,并且跟薛先生还是好朋友,怎么这次薛先生遭遇了困难,您却一直不肯露面呢? 这下好了,以前好歹还有几个善男性女过来烧烧香,现在连这些人都不肯来了。 施雪清越说越愁眉苦脸,最后索性盘腿坐在了神龛之上,一脸无奈地说道,于然都已经请过我好几次了,您要再不肯显灵,那我可就也打算走了,到时候您连这点香火都吃不上了,就剩下您一个人在这带着吧。 还是没有回应,施雪清干脆从神龛上站起身来,伸手拍了拍神像的肩膀,喂,说话啊。 正在这时,神像头顶的虚空陡然泛起了涟漪,紧接着一道玄之又玄的光滑便从中投射而出,没入了神像体内。 整个过程快若闪电,连施雪清都没有丝毫的察觉。 祖师爷,您要再不说话我可就真走了啊。 说着,施雪清转身便要蹦下神龛,正在这时,一个满是玩味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说什么啊,施雪清的身体骤然僵住,这个声音,然后他便缓缓转过身来,率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尊神像。 只不过此时的这尊神像大变了模样,本来斑驳不堪的今生夜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身骚包的白衣。 那张脸颊更是俊逸不凡,只是嘴角带着的那三分邪笑令其显得很是玩事不恭。 施雪清逐渐睁大了双眼,祖祖师爷。 胡叶唯唯一笑,点了点头,好图人,祖师爷又回来了。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惊喜,很意外,施雪清的眼眶忽然湿润了。 这才是记忆中的那个祖师爷啊,还是这么的,不着条,正在这时,只听一个柔柔的女生说道,老公,你在跟谁说话啊。 不,没谁,我的一个小徒孙而已,狐叶笑咪咪地说着,狐足的状态逐渐收敛,现出了阿柔的身形。 老公,在听到这个称呼后,施雪清一脸震惊地看着阿柔,这,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看上去这个女人更像是个凡人呢,而且好像眼睛还不太好。 施雪清心中正在惊疑,狐叶笑咪咪地说道,来,好图人,快来见过你祖师奶奶。 噗,这个称呼差点令施雪清为之喷饭,阿柔更是大羞,然后转过头去,满脸好奇地嗅起周围的味道来。 虽然天生看不见,但她的嗅觉和听觉极为灵敏,甚至可以捕捉到极其细微的波动。 比如现在,她就可以听到施雪清那因为尴尬和惊讶而不自然地扭动脚掌的声音。 至于周围的环境麻,她似乎闻到了一股久不打扫的味道,果然,就在这时,狐叶打亮了一眼四周,便是一愣。 怎么回事,我的灵硬弓怎么比上次更破了,施雪清清咳了几声,这个,您难道才发现麻? 狐叶蹦下神台,看着神龛上厚厚的灰尘,有些气恼地比划道,别的我也就忍了,关键是我的牛肉面呢。 我临走时特意嘱咐你,每天都要端上来供奉的那碗牛肉面呢。 被谁吃了,施雪清一脸无奈,谁也没吃,只是人家不肯送了。 为什么,狐叶一脸愤怒,这不是欺负人,不对,欺负狐狸麻。 施雪清两手一摊,因为没钱,狐叶,底线,no,好吧,看来一直没有现身的我已经让很多人看低了,但是放心吧, 这次我回来,肯定会让所有人都光目相看的。 狐叶气势如红地说道,话音刚落,就听外面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持姑娘在吗,见我的牛肉面前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还? 施雪清面色一喜,转头看向狐叶,祖师爷,嗯? 人呢?与此同时,自远处的天际遥遥传来了一个声音。 好徒人,祖师爷我先去看看老朋友,这里的事就交给你了。 话落,人已不见了踪影,施雪清呆立在原地,两久之后方才横横的一跺脚。 祖师爷,你,你就是个大骗子。 林应公距离这场大战的起始之处昆仑并不算远,以狐叶的角城几乎是转瞬极致。 但当他刚一进入昆仑境内,便激发了促到侦测法阵。 诸葛藏的手笔麻,应该是他,否则没人能侦测到全速前进的我。 狐叶微笑自语道,可他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地球联军指挥部也已收到了消息。 有一人形存在正在以百倍于音速的速度往这里赶来。 什么,可以锁定目标吗? 立即将所有导弹对准他,众多将领惊呼起来。 可是话音刚辣,在监视器的画面中,一道身影便已出现在战场的中心。 战场指挥部中的气氛瞬间凝至,这时,巩卫在薛安申州的众人也感受到了异样。 当众人纷纷抬起头来看向这名吊儿郎当的男子之时, 人群之中的狐鹰浑身俱阵,然后便用难以置信的语气喊了一声。 哥,狐叶同样也是一阵,紧接着他的双眸便逐渐睁大, 鹰,鹰人。 你怎么会在这里? 没错,一直到现在狐叶都不知道,自己的妹妹其实一直跟薛安在一起。 啊,这个,狐叶有些心虚地想要解释什么? 狐叶骤然明白过来,然后颤抖着指向薛安, 你,你一直跟他在一块。 是啊,缺哥哥救了我,我就一直跟在他左右败。 狐叶的眼睛逐渐发红,然后便咬牙切齿地冲昏迷不醒的薛安吼道, 你这个混蛋,我拿你当兄弟,你却泡我妹妹。 第1763张狐门不幸。 怎么回事,安言分开人群走了过来, 一见到他,本来气势汹汹的狐叶立马就耸了, 急忙落在了地面之上, 恭恭敬敬地恭身衣礼。 嫂子,安言一睁, 旋即露出了一丝笑意, 原来是狐叶兄弟啊。 你刚刚在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能不能再说一遍, 尽管安言是在笑, 但狐叶却没来由地感到一股寒意。 尤其听到后面的问话后, 他有些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嫂子,我没说什么啊。 是你听错了吧, 真没说,真没说, 狐叶义正言辞地说道, 可就在这时, 想想突然从安言的身后探出头来, 妈妈, 狐叶叔叔分明是在说谎, 他刚刚明明说爸爸是个混蛋来着。 没错, 我也听到了, 而且说得可大声了。 念念又补了一刀, 狐叶的额头上隐隐现出了冷汗, 然后用求助的目光看向了狐鹰。 但是此刻的狐鹰, 全部的注意力都被站在狐叶身后的阿柔给吸引了, 压根没有注意到这些。 正在这时, 安言轻叹一声, 狐叶兄弟, 你不辞辛苦地来到地球助阵, 我很感激你, 但你不应该误会你哥的。 没错, 鹰人确实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来着, 但你哥从未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 这点我可以作证。 听到安言这番温柔而又坚定的话语, 狐叶满面羞愧, 低着头说道, 嫂子, 刚刚都是我一时口快, 您别往心里去, 实际上哪怕没有您作证, 我也不会怀疑薛安的, 毕竟相识这么多年, 他的人品什么样我还是知道的。 你能这样想就好, 安言点了点头, 刚想接着往下说些什么。 正在这时, 狐鹰一脸恶然地指着阿柔, 哥, 他是谁啊? 咳咳, 狐叶轻咳了几声, 差点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是我的女朋友, 也就是你嫂子, 还不过来喊嫂子。 嫂子, 狐鹰的眼睛逐渐睁大, 满脸的难以置信。 是啊, 有什么问题嘛, 狐叶一脸淡然, 但阿柔可就没他这么厚的脸皮了, 只见他满脸通红, 低头柔捏着一脚, 显然已经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就在这时, 安言忽然走上前来牵起了他的手。 感受到安言掌心的温暖, 阿柔惊讶地抬起头来, 虽然看不到, 但从传来的这股淡淡幽香以及握住自己的鲜鲜玉手也可以断定, 对方一定是个绝代佳人。 正当阿柔为之惊恶之时, 安言唯唯一笑, 原来你就是狐叶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位姑娘啊。 长得可真好看, 阿柔的心里陡然涌现出一股暖流, 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我, 安言却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狐叶叫我嫂子, 那你也叫我嫂子吧。 走, 我们去那边说话, 说着安言便牵着阿柔的手往里面走去。 两个小丫头在后面跟着, 而后想想压低了声音问一旁的唐轩儿。 轩人阿姨, 这位阿姨的眼睛是不是看不到啊? 唐轩儿笑了笑, 是啊, 哇, 这位阿姨好可怜啊, 念念说道, 唐轩儿正色道, 想想念念, 你们记住, 这些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哦。 哪怕是出于同情也不行, 因为这会伤害到别人的。 不, 两个小丫头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而胡英则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 显然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等到安言一行人走远之后, 他立马便凑上前来, 用极低的声音说道, 不是吧哥, 你这次准备来真的。 胡叶白了自己的妹妹一眼, 废话, 我哪次不认真了。 胡英冷笑一声, 掰着手指头便细数起来。 上次你说是认真的, 结果人家交人族的公主都杀进青秋湖国了, 你可倒好, 躲得无影无踪。 还有上上次的白蛇族公主, 上上上次的浴火工长叫大师姐, 光我知道的就已经数不清了, 你还说啥。 听到自己妹妹的话, 胡叶的眼皮一个劲地跳动着, 然后干笑起来, 那不一样, 之前那些雍之俗粉都是倒追的你哥的我, 我根本就懒得理会他们。 胡英翻了翻白眼,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恋? 我说的都是事实好拜, 当然, 也有可能是我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了点乱七八糟的话, 但我保证, 我跟他们所有人都是清白的。 胡叶急得连额头上的青筋都显出来了。 那这个呢, 这个你怎么说, 这个, 胡叶笑了笑, 我也不知道, 但我只想给他最好的。 这个回答令胡英骤然沉默下来, 因为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但玄吉他便悠悠叹道, 哥,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大长老他们知道你找了个凡人女子做老婆, 而且还是葛牧不能是的盲女, 你说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我管他们什么反应, 反正我就是喜欢他, 难道喜欢一个人也有错吗? 胡叶立即反驳道, 胡英文言眼前一亮, 然后笑着说道, 是啊, 喜欢一个人有错吗? 那我, 少来, 你的情况跟我不一样, 那可是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怎么了? 胡英不以为然, 关键是人家有家事啊, 可我也不介意作妾啊, 胡叶, 胡门不幸, 简直是胡门不幸啊, 胡叶仰天长叹, 朝给我来这套, 小心我将你那点底细都告诉我未来的嫂子,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正当他们两兄妹日常斗嘴之时, 两道华光从天而降, 带现出里面的身影之后, 正是诸葛藏和天哲那两人, 他们两个最近一直没闲着, 整天在外太空中四处奔波, 布置着各种阵法, 好为接下来的防守做准备, 当出现在场中之后, 两人第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那的胡叶, 然后便愣住了, 胡叶唯唯一笑, 老伙计们, 好久不见, 天这那揉了揉眼睛, 确定不是眼花后, 不经惊叫道, 我擦, 狐狸精, 你这是从哪蹦出来的? 狐狸精这个绰号令狐叶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信天的, 你他妈是不是又皮痒痒了? 想挨揍好说, 爱幽喝, 不服出来单挑, 天这那满不在乎的说道, 单挑就单挑, 谁怕谁啊, 两个仙王就跟个小孩一样斗起气来,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真是不嫌丢人, 诸葛藏摆了白手, 阻止了两人的斗气, 而后才微笑着对狐叶说道, 刚刚我感受到有人闯动了我留下的真刺法阵, 就猜到有可能是你, 于是便赶紧赶了回来, 没想到真的是你, 第1764章风起, 绕着昏迷不醒的薛安转了好几圈后, 狐叶停住脚步, 漠然无语, 你怎么看, 诸葛藏亲身问道, 狐叶看向诸葛藏, 你觉得呢? 我觉得, 诸葛藏苦笑一声, 他很有可能已经陷入了生死之间, 狐叶轻叹道, 不是很有可能, 而是救世, 那怎么办? 天真那面色凝重地说道, 没有任何办法, 进入生死之间后, 一切就只能靠自己了, 外力根本提供不了任何帮助, 狐叶说道, 是啊, 但如果他真能堪破生死, 从中走出的话, 那么他日后的成就, 将比任何人想象的环要可怕, 诸葛藏也说道, 他上一世便已经是先尊了, 还怎么, 天真那骚然停住话语, 脸上也浮现出惊恐之色, 你们是说, 狐叶和诸葛藏对视一眼, 然后一起点了点头, 这下, 天真那在看向薛安时, 眼中的光滑变得无比复杂, 有欣喜, 有担忧, 但更多的还是对未知的恐惧, 狐叶的到来自然令整个华国高层为之欣喜, 毕竟,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先王强者啊, 算起来现如今的地球已经有了三名先王, 哪怕其中的天真那乃是残血修为, 诸葛藏专攻辅助, 也足够害人了, 毕竟, 星空深处的许多大轿, 往往也只有一名先王坐镇, 有两个的就已经算是顶级宗门了, 现在地球一下子有了三个, 这简直堪称奢侈, 接下来的几日, 整个地球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 外太空中由诸葛藏牵头, 天真那和胡叶负责实施, 很快便建立起了层层叠叠的防御阵法, 而地球之上的各国部队也没闲着, 他们借助地形, 建造起了坚固无比的防御攻势, 同时兵工厂也在全天24小时的赶攻, 一批批专门对付修者的强大武器被制造出来, 这种氛围也令很多本来持悲观态度的人逐渐安定下来, 一切, 似乎都在向好的一面发展, 大王派我来寻山优, 一个难听至极的歌声在虚空中回荡着, 所过之处, 连太空尘埃都被震碎了, 而后狐叶的身形便出现在太空之中, 尽管太空中没有空袭, 但对于狐叶而言这根本就不叫事, 神念稍稍一波动空间就能令这歌声远远地传播出去, 此刻, 唱得兴起的狐叶满脸陶醉之色, 就差手舞足道了, 他现在所处的位置乃是太阳系的边缘地带, 这里密布各式各样的小行星, 并且极度空无, 除非是真仙级以上的强者, 否则很难横渡这样的地带, 这也可以说是太阳系的天然防御屏障了, 而狐叶的任务就是绕着这条边缘地带巡逻, 防止有人图犯进来, 这是个很枯燥的任务, 一般人在这种无声的环境中待上半天可能就疯了, 但狐叶却混不在意, 甚至将这里当成了展示自己歌喉的舞台, 那边的朋友, 你们好吗? 狐叶模仿着某些明星在演唱会上的作派, 一直远处的行星地带, 神念震动之下, 无数细小的实力随之波动起来, 然后正为了积粉, 这个效果令狐叶很满意, 看来这边的朋友很热情麻, 那接下来就由朱天之中的著名歌星狐叶先生为大家再演唱一首歌曲, 你怎么舍得我流泪? 一直以为我们的爱很真很美, 从头到尾连一个字都没在条上的歌声, 传出了很远很远, 而在边缘之外的某处虚空之中, 黑暗晃动了几下, 紧接着变现出了几个人的身形, 我的妈呀, 这是谁在唱歌啊, 这也太难听了吧, 一条憨头憨脑的龙人痛苦不堪地说道, 为什么知道他是龙人呢? 因为这位老兄显然没有修炼到位, 额头山还残留着两根龙脚, 只不过他这个龙脚漆黑如墨, 显然不是正经龙族, 正在这时, 一旁有个人引抬起手来便狠狠地敲了他脑袋一下, 少他妈废话, 万一惊动了里面的人怎么办? 是, 圣主大人, 我知道错了, 这个龙人捂着脑袋撕牙咧嘴地说道, 正在这时, 胡叶已经唱到了高潮, 纳破了音的歌声遥遥传来, 你怎么舍得我流泪, 看着镜中的自己如此憔悴, 这位圣主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面线痛苦之色, 你别说, 还真他妈有够难听啊? 圣主大人, 这莫非是对方部下的防御法阵? 嗯, 还真没准, 走, 咱们现在就去解决了这个唱歌的家伙, 然后杀上地球, 找学安报当年的仇。 说到这, 这位圣主大人的眼中满是激动之色, 因为他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 本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了, 可谁知道突然传来了消息, 说学安身负重伤, 已经不行了。 听到这个消息, 这位圣主简直是欣喜若狂, 立马便率领着手下赶了过来。 至于他的身份, 不知道大家可曾记得当初在气韵秘境之中, 薛安曾经将一条魔龙给收拾了一顿, 甚至通过时空通道, 直接将他从他所在的世界中给生生拽了过去。 而后他的手下便喊出了一句经典的话, 要受拉, 圣主大人被抓走了, 没错, 就是他了, 这位仁兄所处的世界离着地球并不算远, 因此他居然是第一个赶到的。 而且经历过当年的奇耻大入之后, 这位魔龙圣主发奋图强力精图治, 居然突破了修为关爱, 达到了真仙之境。 此刻, 他率领着手下穿越过茫茫实力, 直奔歌声的源头而去。 静了, 更静了, 当眼中叶已出现胡叶的影子后, 这位魔龙圣主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冰冷的笑意。 妈的, 唱歌居然比我还难听, 真是不可饶恕。 心中盘算着, 他便迫不及待地朝胡叶冲去。 可就在这时, 胡叶豁然转头,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卡, 冰冷的目光之中满是无上的威压, 顶刻间便冻结了这位魔龙圣主的身体。 他满眼惊恐地僵在空中, 想说什么, 却已经说不出来了。 然后便听轰地一声响, 这位魔龙圣主的身躯便彻底崩碎开来, 就此陨落。 耗费心血, 跨越了这么远的距离跑到这里来, 却连胡叶的一个眼神都没撑过去。 这位魔龙圣主简直就像是主动过来送死的。 与此同时, 他的这帮憨批手下们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 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这映入眼帘的一幕便令他们全都傻眼了。 直到过了一会, 才听有人惊叫起来, 要受啦, 圣主大人又死啦, 擦, 我的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 第1765张集人自有天香。 这群憨头憨脑的都比龙人令胡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喂, 你们这群家伙是从哪来的? 为何跑到这里来? 说这话时, 胡叶身上的先王威压犹如食指一般, 压得这些龙人们连头都不敢抬。 大人饶命啊, 我们都是被迫的啊, 没错大人, 这一切都是这为魔龙圣主的主义, 根本与我们无关, 我们也是受害者啊。 对对对, 我这月的工资都没给呢。 这帮龙人开始叫起了撞天区, 哦, 跟你们无关, 这可不是你们随便说说就可以的。 现在给我想详细细地讲一讲, 你们到底是谁, 来这里干什么。 要是说的我满意还便罢, 不满意的话, 哼哼, 这个什么圣主就是例子。 反正闲着也没事, 胡叶索性开始调教起这帮憨货龙人来。 是是是, 大人您放心, 我们一定之无不言言无不尽, 保证您满意。 这帮龙人争先恐后地说道, 好, 一个一个来, 谁都不许插队, 听到了吗? 胡叶笑咪咪地说道, 正当胡叶跟这样龙人玩得不亦乐乎之时, 在距离太阳系大概簇一公里的虚空之中, 一架星舟骤然浮现。 快到了吗? 星舟之中, 梦瑶焦急地问道, 还没有, 但应该也没有多远了, 不过这架星舟之中并没有这附近的星徒, 所以咱们还得找依照附近的参照物才能辨明前进的方向。 叶寒商操纵着星舟, 陈生言道, 没错, 这架星舟之上载着的正是炼金地狱的叶寒商等人。 因为炼金地狱距离地球太过遥远, 所以尽管叶寒商在收到消息后立即便动身前来, 也一直等到了现在才到, 那岂不是还要耽搁很久, 万一这时候薛安那边出了事怎么办? 梦瑶越发的焦躁不安起来, 正在这时,一个温和醇厚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梦姑娘不必如此心忧, 薛施主即人自有天香, 绝不会有事的。 说话之人头顶正亮, 一脸的宝箱庄严, 正是金爵僧。 叶寒商文言一笑, 你这个和尚平时神神叨叨的, 但这句话倒是说得不错, 打死我也不相信薛安那个家伙会出事。 李叔是麻大个子, 说着, 叶寒商扭头看向了不远处的闲窗。 在闲窗之前赫然站着一名身高足有三米, 浑身的肌肉更是如小山丘般隆起的男子。 只见他目视着窗外的虚空, 头也不回地淡淡道, 没错, 他不会死, 你看, 连大个子都承认薛安不会有事了, 所以你还是放宽心吧。 叶寒商笑呵呵地说道, 梦瑶虽然心中还是万分交集, 但既然叶寒商都这么说了, 他也只好无奈地点了点头。 实际上从得知薛安出事的那一刻起, 他的心中就没有平静过。 现在离琢磨的地越来越近了, 他更是心潮起伏, 如坐针毡。 正在这时, 伴随着空间的细微波动, 虎叶的歌声也传了过来。 当传进新舟之时, 众人便是已愣。 这歌声, 紧接着梦瑶便面色发青地吐槽道, 这是谁在唱歌? 这也太难听了吧, 可是他的话音刚落, 叶寒商的眼睛却逐渐亮了起来, 同时嘴角也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然后轻声咧喃道, 你果然比我提前到了。 不光是他, 就连弦窗之前站着的这位大个子都是唯唯一阵。 梦瑶有些没听清楚, 忍不住问道, 明君大人, 你刚刚说什么? 叶寒商嘿嘿一笑, 没什么, 只是听到这个歌声有些感慨而已, 感慨, 梦瑶实在无法想象有谁能在听到这种刺耳歌声后还能发出什么感慨。 叶寒商也看出了他的想法, 忍不住笑道, 这个歌声确实很难听, 因为唱歌的这个家伙可是出了名的五音不全。 但现在听到确实一件好事啊, 好事, 梦瑶满脸不解, 没错, 因为这也意味着我们已经离目标很近了, 只要循着这个歌声便可以轻松辨明方向。 对麻大个子, 大块头转过身来, 那张冰冷的扑克脸上也罕见地露出一丝笑意, 然后叹了口气道, 说得没错。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狐狸的歌声还真是, 一言难尽啊。 语气终居然带着一丝无奈, 哈哈哈哈哈哈, 周天之中似乎也就只有这只死狐狸的歌声能让你感到无奈了吧。 叶寒商哈哈大笑着, 然后喊道, 都坐稳了, 我们接下来要全速前进了。 说着, 他猛的一推操纵改, 星舟缓缓掉转了一下方向, 骚然一加速, 直接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了原地。 亿万里距离看似很大, 但对于这茫茫星空而言却是那么的唯不足道。 在变明了方向之后, 这架星舟全速前进, 仅仅几分钟之后, 眼前的太空之中便出现了无数的实力。 所有人精神一阵, 叶寒商也露出了一抹笑意, 终于到了。 说吧, 星舟便引入了实力之中, 往前飞去。 全体都有, 立正, 狐叶双手插腰, 煞有介事地指挥道, 一声令下, 这些龙人忙不迭地站直身躯, 竭尽全力地让自己的站姿变得标准起来。 狐叶满意地点点头, 不错, 看来你们确实是诚心悔过, 这样吧。 反正你们老大爷已经死了, 不如从此跟了我, 如何? 这些龙人互相对视一眼, 然后便争先恐后地喊了起来。 大人, 我们愿意, 大人, 以后您手指之处, 便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大人, 我不要工资了, 狐叶笑咪咪地看着, 可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受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了远处的实力之海。 与此同时, 叶寒商驾驭着非洲从中直指, 冲了出来, 所过之处, 实力尽碎, 气势如虹。 妈呀, 有人超速行驶啦, 喊声中, 这些龙人立即躲到了狐叶的身后。 叶寒商看着前方站着的狐叶, 脸上不禁露出一抹醋侠的笑意, 猛地一踩油门。 本该减速的新洲通体一阵, 然后便以狂暴的速度冲着狐叶撞了过来。 孟瑶尖叫一声, 明军大人, 你这是干什么? 可是面对这气势汹汹冲来的新洲, 狐叶却连动都没动, 反而好整以侠地抱起肩膀, 饶有兴致地看着。 第1766章五王阵势。 终于, 在距离狐叶仅有几丈远时, 新洲突然一个急刹车, 本来狂暴的前冲之势骤然开始减速。 等到他完全停下来时, 新洲的车头已经堪堪矮上了狐叶的鼻子。 就是这样, 狐叶都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反而静静地看着新洲上的前车窗。 因为透过这层密法链制的玻璃, 正好可以看到里面的叶寒上。 两人对视在一起, 而后新洲的车窗变降了下去, 叶寒上从中探出头来, 一脸猝暇笑异地喊道, 喂, 死狐狸, 你就不怕我杀不住车马。 狐叶耸了耸肩, 然后将手一摊, 不怕, 有本事你就从我身上演过去啊, 妈的, 你还是这么无赖。 叶寒上催了一口, 你也一样, 还是这么无聊。 狐叶毫不客气地回对道, 可是在互相嘲讽完后, 两人却彼此对视了一眼, 然后便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中, 叶寒上直接从新洲之中蹦了出来, 然后给了狐叶一个结结实实的熊抱。 小狐狸, 好久不见, 小阿飘, 好久不见, 阿飘在某些地方被当作孤魂野鬼的代名词, 因此叶寒上有些尴尬地说道, 你还是这样, 一点亏都不肯吃。 废话, 我凭什么要吃你的亏, 你又不是娘们。 狐叶不屑地说道, 正在这时, 精觉还有梦瑶也走下了新洲。 在看到经教的时候, 狐叶唯唯一惊, 无形地的大菩萨。 小叶子, 你这是打算皈依佛门了吗? 滚, 你看我像是那么想不开的人吗? 叶寒商笑骂了一句, 然后介绍道, 他叫精觉, 也是薛安的朋友, 这次听到薛安出事了, 便跟着过来助阵的。 说话间, 精觉走上前来冲着狐叶击手衣礼, 小僧见过狐王大人。 狐叶赶忙还了衣礼, 太客气了, 叫我狐叶就行, 狐叶很清楚, 在佛门之中, 无形地的大菩萨就相当于诸天之中的先王了。 所以他表现得很礼貌, 而后他便有些好奇地看向了孟瑶, 这位幼士, 孟瑶走上前来, 恭敬师礼道, 小女孟瑶, 见过先王大人。 孟瑶, 哇这个名字可真有气质啊, 小娘子, 你今年多大啦, 可有婚配了吗? 狐叶笑嘻嘻地说着, 那模样怎么看怎么像流氓。 孟瑶的脸疼就红了, 吃吃爱爱的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狐叶的话。 正在这时, 只听一个雄魂响亮的好似金钟大吕般的声音传了过来。 小狐狸, 你又在逗人家小姑娘了, 随着话音, 这个身高足有三米的壮汉也走下了新洲。 当见到他后, 狐叶先是一愣, 紧接着便忍不住尖叫起来, 我靠, 居然是你。 怎么, 很惊讶吗? 壮汉淡淡一笑, 胡叶的脸上浮现出浓浓的惊喜之色, 确实有点惊讶, 楚歌, 你怎么跟小叶子一起来了? 壮汉一笑, 当时我收到消息后, 立马便放下所有一切往这里赶来, 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恰巧遇到了寒上他们, 于是就一起赶来了, 叶寒上也点了点头, 没错, 当时大哥子正在一个人赶路, 我正好遇到他, 然后便一起过来了。 胡叶文言简直是喜不自胜, 在他看来, 只要这个大块头一来, 地球便可高枕无忧矣。 因为这个大块头便是一手创立了龙象门, 同时被人称作诸天之中体修第一人的楚无象啊。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绝世猛人, 绝不掺杂半点水分的那种。 但论实力而言, 这楚无象可以称得上是先王一级中数一蹴二的存在, 仅次于某些不适出的绝世妖孽。 即便是胡叶, 面对他时也得甘拜下风。 但因为这楚无象生性平和, 并不喜欢与人争斗, 所以在诸天之中的名气反而没有胡叶大。 最近几百年来更是听闻说他早已闭关修炼了。 没想到这次薛安出世, 他也不远万里地赶来了。 实际上楚无象确实是在闭关修炼, 而且已经到了十分关键的时刻。 但即便如此, 在收到那道神念广播后, 他还是立即破关而出, 并放下所有一切, 直接往地球赶来。 之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他跟薛安之间不光关系深厚, 还有一段恩情在里面。 当时楚无象因为过于痴迷修炼导致心魔入体, 走火入魔之下, 他的精神都险些破碎。 就是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 薛安冒着巨大的风险悍然出手, 生生置住了陷入癫狂状态的他, 然后加以调理, 最终才让他过了那道坎。 自此之后, 生性耿直的楚无象就将薛安是为了平生之己, 并无时无刻地不想报恩。 所以这次薛安出世, 他才会如此地不顾一切。 太好了, 诸葛藏和姓天的钥匙知道你们两个来了, 还不知道的有多高兴呢? 走, 我们赶紧回去, 狐叶兴冲冲地言道, 然后众人便一起登上新洲, 一个加速便消失在了星空之中。 正下这帮龙人傻愣愣地站在远处, 直到过了半赏才清醒过来。 妖兽啦, 大人不要我们啦, 有人尖叫起来, 话音刚落, 一旁的龙人仰手便敲了他的脑袋一下, 妖兽你妈个头啊妖兽, 老子已经忍你很久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正在这时, 狐叶的声音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之中, 而等便在此守候吧, 若有什么异动的话, 要第一时间报告给我, 明白。 这帮龙人浑身一领, 赶忙俯首应道, 是。 他们在此巡逻守候不提, 单说胡叶等人驾驭着新洲回到了地球。 在路上之时, 胡叶便已经提前通知了诸葛藏等人。 所以当新洲刚一出现在外太空, 诸葛藏还有天遮那便已经领着人在此迎接了。 不光如此, 当消息传开之后, 所有的媒体都开始大肆渲染此事。 尤其当听说来的人终居然有两位先王之后, 整个世界都随之沸腾了。 哈哈哈哈, 现如今我们地球已经有五大先王了, 我就不信还有谁敢来造次。 有人如释重负地笑道, 没错, 谁要敢来, 咱们就给他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一时间, 各种议论甚嚣尘上, 而这件事也因此被后世称为武王阵士。 可就在整个世界都陷入了如释重负的癫狂状态之时。 在遥远的星空深处, 赫然出现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第1767章舰十三, 这是一支很奇怪的队伍, 因为组成队伍的乃是各式各样, 博杂不堪的新洲。 队员身份更是五花八门, 有妖族, 有鬼族, 有魔族, 甚至还有几只天外生物, 当然, 其中占主要的还是人族, 但这些人不管是什么身份, 无一例外的全都一脸期待之色。 可可, 上院主, 咱们现在距离目标还有多远啊? 一鸣留着山羊湖, 眼中贼光闪烁的老者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这位甘天院的院主商量文言沉吟片刻, 然后审声道, 很快了, 至多还有三四天的路程。 还有三四天啊, 我已经快到了呢, 整天在这新洲里闷着, 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一鸣头戴红花, 满脸烙腮胡子, 但是十分娘里娘气的男子, 捏着嗓子用娇滴滴的声音说道, 众人不禁一阵恶寒, 有人更是差点被恶心吐了, 但又生生憋了回去。 因为人们都知道这个娘们急急的男子有多可怕。 毕竟, 这可是曾经屠灭了一整个星球的女子, 然后将所有男子圈养起来供自己取了的变态杀人狂啊。 商院主, 但不知道这个消息可是真的吗? 那红莲仙尊真的转世重生, 然后又身负重伤了。 这次说话的是一名千娇百妹的大美人, 仅仅只是说句话, 所流露出的风情便让很多定力稍差之人看直了眼。 商量点了点头, 绝对错不了, 因为通知我的乃是深渊之主, 准先帝级的强者, 这样的存在怎么可能说谎啊? 嘶, 那要这样说起来, 这个姓削了转世重修了这么短的时间便能灭掉准先帝级的强者了。 有人惊叹道, 哼, 再厉害又能怎样? 只要他现在还不是先尊, 那我就一定要杀了他, 然后将他的灵魂制作成傀儡, 让他无时无刻都要承受无尽的痛苦。 一个满脸刀疤, 眼神阴沉的男子宁声道, 众人闻眼眼中全都闪烁起冰冷的光芒, 因为在场的这些人无一例外, 全都是跟薛安有着血海深仇的人。 所以他们才会在听到消息之后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往地球。 为的就是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薛安给杀掉。 可可, 山阳湖这时却倾咳了一声, 万一, 我是说万一, 如果等咱们到的时候, 这个薛安伤好了怎么办? 不可能, 商量斩钉截铁地说道, 因为急伤他的乃是深渊之主, 如此强大的存在绝不可能让他仅仅受一点小伤。 众人闻言纷纷点头, 可这个山阳湖却颇有刨根问到底的勇气。 好, 就算他身负重伤, 但薛安也不是傻瓜, 自然明白他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 那么这段时间他难道不会找帮手吗? 要知道当初的红莲仙尊虽然树敌无数, 但朋友却也不少。 其中更是不乏先王强者呢, 这番话令很多人的脸色都变了, 因为这个山阳湖说的都是事实啊, 商量亦是哑口无言, 最终恨声道, 就算找来先王强者又能怎样? 我也是先王啊, 可关键是我们这一群人终究只有你一个先王, 其余的大多都是大罗之上先王未满的存在, 这要怎么弄? 山阳湖说道, 那你说怎么办? 难道打道回府吗? 商量美好气地说道, 山阳湖嘿嘿一笑, 商院主别急, 我也只是说一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已, 如果薛安珍找来了帮手, 那我觉得咱们最稳妥的办法应该就是等。 等, 没错, 这个消息显然还在发酵当中, 很快, 星空深处也将知道这个消息, 到时候绝对会有大人物趁机出动, 甚至可能有先帝级的巨拨出手。 到那时, 山阳湖冷笑一声, 哪怕薛安珍找来了帮手, 估计也立有未待吧? 这番分析令商量眼前一亮, 但旋即又暗淡下来,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还不如, 他的话还没说完, 整支队伍忽然一阵, 商量一惊, 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 虚空的震动也越发地强烈起来, 就好像有一位巨人正在大步前进, 踩动的虚空都随之震动起来一样, 众人全都面色大变, 纷纷转头看向了虚空深处。 砰砰砰, 随着一声声有远极近的震动, 虚空深处之中逐渐现出了一个淡淡的人影。 这道身影正在一步步地前进着, 每一步踏落, 便会激起阵阵涟漪, 虚空也随之震动起来。 身影行进的速度看似极慢, 但转瞬间便从遥远的虚空深处来到了众人近前。 直到这时人们方才看轻, 这道身影居然是一名女子。 一名细小伶仃, 眉目如画, 整个人充满了空灵美感的女子。 而在女子的眉间还有着一道红色的树纹, 好似一柄立剑一样, 充满了冲天煞气, 令人仅仅只是看上一眼便不寒而栗。 所有人全都被眼前的这一幕给惊呆了。 与此同时, 女子在队伍之前停住脚步, 目光流转, 然后淡淡道, 你们可知地球的方向。 商量浑身一颤, 地球, 这个女子居然也是去地球的麻, 她要去干什么。 正在这时, 那名留着山羊湖的老者忽然浑身巨震, 然后失声惊叫道, 剑十三, 你是剑十三。 哄, 这个名字令所有人都为之震动, 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名字, 却是一个近乎传奇的存在。 传闻说这个剑十三是个彻头彻尾的剑疯子, 他之所以取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他觉得诸天之中剑道修为能胜过他的也就十三个人而已。 不得不说, 这是个极度狂妄的名字, 因为诸天之中剑修何止亿万, 这个人居然认为能胜过他的仅有十三人, 这个有何等自信才能说出这番话。 开始的时候, 人们确实对这个称呼冷嘲热讽, 但后面这些声音却全都消失了。 因为这个人开始单枪匹马地挑战诸天各大剑派, 并且连战连胜。 在这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非议都是苍白的, 到后面人们甚至认为他说的就是真的。 于是这个名字便响彻了诸天, 可万万没想到, 这位叱咤风云, 令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剑十三, 居然是个女人。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这时只见女子微微一笑, 你认识我, 山羊湖浑身都在颤抖,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 我曾有幸在剑宫大会上远远见过您一次。 于此点了点头, 然后淡淡道, 但你说错了一件事, 我现在已经不是剑十三, 我叫剑七, 第七的七, 第1768章战起, 全场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傻了。 剑七, 这个名字意味着面前这个女人至少又挑战了六位剑道强者, 并且全都获胜了。 这种成长速度实在是太可怕了, 正当所有人都为之正恶之时, 剑七淡淡道, 你们可知地球的方向, 闻听此言, 商量忽然想到了什么, 然后便放逼姿态, 小心翼翼地问道, 您, 您问地球的方向是要干什么? 去那, 然后挑战红莲先尊, 商量先是一争, 然后大喜过望, 剑七姑娘, 我们正好也是前往地球找薛安纳斯算账的, 不如我们一起同行如何? 你们, 找红莲先尊算账, 剑七转眼看向所有人, 商量一个竞点头, 没错, 我们所有人都跟薛安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所以我们跟姑娘乃是同一条战线的战友, 说着, 商量一个竞冲众人实眼色, 对对对,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连连点头道, 剑七笑了笑, 轻声言道, 有趣, 拳击便点了点头, 也好, 反正都要去地球, 那就一路同行吧, 商量大喜, 赶忙吩咐人腾出一艘新舟, 剑七也没客气, 登上新舟便到后面休息去了, 众人这才凑到一起, 巧声议论起来, 这下妥了, 山羊湖眉飞色舞地说道, 只要有这位沙神在, 即便薛安真找了帮手, 也得乖乖靠边站, 有这么夸张吗, 我怎么看着这个娘们嫩的都能掐出水来了, 真有那么厉害, 满脸刀疤的男子黑黑银笑道, 可是他的话音刚落, 一缕叠形剑芒横空略智, 直接穿透了他的眉心, 并将其带飞起来, 然后死死定在了墙板之上, 鲜血便混杂着脑浆流淌而出, 这位满脸刀疤的男子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骇之色, 显然不相信居然有人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自己下手, 但是下一瞬, 这道剑芒便炸裂开来, 将他的脑袋直接炸为了粉碎, 此时扑通一下栽倒在地, 然后鲜血顺着地板的缝隙蜿蜒流淌, 散发着男闻的气味, 所有人都呆住了, 而后便听见其的声音自远处遥遥传来, 在有背后议论本工者, 杀, 此言一出, 众人竟接打了个寒战, 面线惊恐之色, 因为这实在是太霸道了, 仅仅只因为一句议论便杀死了一位大罗强者, 而且干脆利落得就像是杀鸡一样, 直到这时, 人们才终于明白, 这名细小伶仃的女子到底有多可怕, 商良的眼中却隐隐现出了喜色, 剑七的实力越强大, 对他的帮助也就越多, 至于死掉的这个刀疤男, 商良甚至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只是陈生吩咐到, 把死尸拖出去, 然后将他带来的手下都给收编, 是, 大军号浩荡荡地往地球飞来, 终于, 在五天之后, 前方隐隐现出了太阳系边缘的实力之海, 当看到这个景象之后, 商良挥了挥手, 队伍便缓缓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 为何突然停下, 山羊胡问道, 商良笑了笑,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在这实力之海中显然有高手布置下了侦测法阵, 如果我们就这么贸然闯入的话, 势必会打草惊蛇, 那怎么办, 这显然势必惊之路, 想绕也绕不过去啊, 那位妖媚女子急道, 呵呵, 放心吧, 我既然敢叫大家前来, 自然早有准备, 说着, 商良突然一伸手, 一道道提前硬刻好的浮转便飞至空中, 然后落在了每一架星舟之上, 轰, 浮转启动, 一道无形的屏障就此隔绝了所有气息波动, 商良得意地说道, 看到了麻, 现在哪怕我们从侦测法阵之中直接穿过都不会激起任何波澜, 这样等我们到达地球的时候, 一定能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商院主果然好手段, 山羊湖伸出大拇指称赞道, 众人也是一阵的阿谀奉承, 商良哈哈一笑, 一点为莫伎俩而已, 不足挂齿, 接下来便是千载难逢的血恨之机了, 希望大家务必要齐心协力, 共灭薛安。 众人轰然映没, 紧接着队伍重新启动, 冲入了实力之海当中, 果然如商良所说, 在这道福传的遮盖下, 队伍所过之处, 没有激起任何的波澜。 众人全都兴奋起来, 摩拳擦掌, 就打算杀入地球, 然后一雪前耻, 可就在他们自认为天衣无缝地躲开了所有侦测, 即将悄无声息地进入太阳系之时, 一个小小的变故发生了。 自从胡叶下令让这帮憨头憨脑的龙人负责这里的巡逻后, 这群龙人便尽职尽责地干了起来。 对于他们而言, 这种日子简直不要太悠闲, 每天就是绕着一大片区域来回转圈, 有什么异样便通过神念报告给胡叶就行。 今天自然也不例外, 三只龙人横着小曲在十丽之海的边缘溜达, 同时讨论着现在跟随的这位新老大。 嘖嘖, 我觉得咱们这位新老大可比以前的圣主大人敞亮多了。 一名龙人嘴里叼着根棒棒糖, 一脸享受地说道, 是啊, 不是老大送来的东西, 我还不知道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另外一名龙人嚼着辣条, 十分感动地说道, 还有一位龙人没有说话, 因为他正专心致志地对付手里的鸡腿。 可就在这时, 在他们的眼前陡然出现了一只庞大的队伍, 并轰隆轰隆地穿行而过。 这三名龙人全都傻了, 呆立在原地, 甚至连嘴里的棒棒糖掉了都不知道。 商量他们的速度很快, 近乎是眨眼间便消失在夜空之中, 因此压根就没注意到在十丽之海边缘的这三名龙人。 等到商量他们都已经走远了, 这三名龙人才清醒过来, 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异口同声地惊叫道, 卧槽, 来活了, 说吧, 他们三人便开始疯狂联系胡叶, 并将刚刚所看到的画面通过神念传送过去。 正在地球之上的胡叶收到消息后便是已惊, 但很快便冷静下来, 然后便告诉了诸葛藏等人。 诸葛藏沉默片刻, 然后冷笑道, 终于来了吗? 那好, 我倒要看看谁能在我们五大先王的联手下进犯地球。 说着, 他审声道, 通知地球联军指挥部, 让他们做好准备, 迎战强敌。 第1769张全覆盖宝盒式炮火打击。 当消息传到地球联军指挥部后, 仅仅只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地球联军指挥部的众位将领便达成了一致意见, 然后便发布了全体动员令。 所有国家, 所有组织, 只要是隶属于地球联军指挥部管辖的, 全都要在收到此令的那一刻起做好最高等级的战斗 准备, 以后强敌。 一声令下, 全球沸腾, 无数部队开始按照早已演练过无数次的章程, 按部就班地进行准备。 只见一架架战机呼啸着飞入高空, 各大舰队在海上进行集结, 深山之中无数的导弹发射井也都掀开了盖子。 早已设置好的外太空雷达全功率开启, 严密地监视着所有异动。 相对于军队的剑拔弩张, 地球众强者们则要轻松许多。 尽管如此, 他们也在第一时间整理好行装, 全神贯注地盯着高空之上的景象。 大街之上, 各家之中, 所有的电视节目全部中断, 换成了全景实况直播。 一时间, 全世界都弥漫在一股速杀至极的气氛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 薛安所处的位置自然更是重中之重。 无数的导弹密密麻麻地布置在方圆五十里范围内, 随时等待着升空。 地面之下更是埋放着各式各样的反修者地雷, 防止敌人从地下突破进来。 安颜身着炼金甲昼, 手持平底锅, 静默无声地坐在薛安身前, 将他挡在了自己身后。 想想念念以及阿柔, 禅人等人已经跟着张晓鱼回福宝小楼了, 在那重重静止之下应该可以保证这两个小丫头的绝对安全。 所以此刻的安颜心无旁骛, 满眼的杀气, 安颜是个脾气很好的人, 一般情况下, 他是轻易不会动杀心的。 但现在他确实已经怒了, 居然敢趁自己老公重伤之际前来落井下石, 不管来的是谁, 他们都死定了。 不止如此, 此刻在他身边背后坐着的环友唐轩儿范梦学以及胡英等人。 这么多人凑在一起, 生疼而起的浓烈杀气令他们头顶的风云都为之变色。 就在所有人严阵以待, 供候墙敌之时, 在外太空之中, 商良等人的队伍夜已跨过火星, 距离地球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看着远处那颗淡蓝色的星球, 商良眼中闪过冰冷的沙翼, 然后沉声吩咐道, 传令下去, 所有星周全速前进, 务必要杀他个措手不及。 是, 一声令下, 队伍骚然开始加速, 而在场众人的脸上则全都现出了一抹残忍的笑意。 那位妖媚女子看着地球倾笑道, 真是颗美丽的星球呢, 可惜, 还没等她说出可惜什么, 脚下的星周突然剧烈地战动起来。 众人面色一变, 可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爆炸所掀起的冲击波便将他们所乘坐的这艘星周给轰飞出去。 紧接着, 无数导弹横空飞制, 犹如天降火与斑将所有星周都覆盖其中。 轰轰轰, 接连不断地爆炸此起彼伏, 到最后甚至已经分不清前后顺序, 爆炸声更是密集地已经连成了一体。 全覆盖宝盒式炮火打击, 华国最擅长的战术, 不管对方是谁, 有多少人, 先炮火覆盖一遍再说。 一遍不够, 那就两遍, 总之, 一切能用炮火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尤其在此刻, 面对着实力未知的来犯强敌, 华国更是将这一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仅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华国便至少朝这片空域倾泻了数千枚的导弹。 看着监视器中已经连成一片的火光, 其于各国将领的脸色都有些发白。 尤其美国将领, 更是神情呆滞的泥南自语道, 疯子, 全都是疯子。 华国这帮家伙是打算用导弹图神麻。 终于, 火光逐渐散去, 幸好这里是外太空, 若是在地球之上, 再坚硬的地面也承受不住如此密集的炮火覆盖。 即便如此, 因为过于密集的爆炸, 整片空间都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态势。 众人目光炯炯地盯着显示器, 当烟尘彻底散去后, 爆炸中心终于显露出来。 只见整片区域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之前的那些星周更是荡然无存, 众人的眼睛逐渐睁大, 怎么回事, 莫非一轮炮火覆盖便将这些敌人全都消灭了麻? 虽然心中有些不相信, 但眼前的空击似乎正在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 很多人见状不经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便是信心大增。 哈哈哈哈, 这帮傻瓜千里迢迢地来敬犯地球, 结果一轮骑射便将他们送上了天, 真是搞笑。 没说的, 华国牛逼, 破鹰, 看来火力才是真理啊, 嘖嘖, 枉费我囤了那么多方便面了, 这帮家伙也太菜了吧。 整个世界都如灵大敌, 无奈敌人不给力啊。 网络上简直是一片欢腾, 可就在这时, 镜头中的虚空开始泛起层层涟漪, 紧接着, 一架架新洲便从中飞了出来。 这些新洲的表面光滑依旧, 只有轻微的烧灼痕迹证明他们经历过甚麻。 而这, 也就是这轮炮火覆盖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了。 见到这一幕, 本来欢腾的网络瞬间哑火, 所有人都傻傻地看着, 与此同时, 被这轮骑射弄得灰头土脸的商凉面色铁青, 怒声道, 一群蝼蚁居然也敢反抗, 全都给我冲上去, 我要将这颗星球轰为碎渣。 跟随商凉而来的这些家伙此刻的心里也憋着一股火。 如果是被强者阻击了, 他们还可以接受, 可万万没想到第一波攻击居然是来自自己最看不起的凡人, 而且还险些伤到了自己, 这怎能不令他们为之愤怒, 因此这群家伙嗷嗷狂叫着便往地球冲来。 可就在这时, 本来平静的虚空忽然现出了一道道污流, 几艘星周连反应都来不及, 直接便被这些污流生生撕碎, 包括里面的人在内, 转眼间就成为了最基本的例子, 化为污有。 这诡异的一幕令商量等人心头一寒, 快躲开, 这些污流有古怪, 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瞬息间又有无促到污流显现。 不光如此, 整片虚空陡然之间阴气弥漫, 好似地狱重现人间了一般。 卡卡卡, 紧紧眨眼间, 又有数骚星周化为了虚无。 商量面色一尘, 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 仙王手段, 第1770张仙王大乱斗。 话音刚辣, 在前方的虚空之中, 一道身影逐渐显现。 赫然是一名眼神清朗, 面容冷峻的男子, 当他现身之后, 虚空微微震战, 弥漫的阴气更是犹如剑王之臣, 舞动不已。 而在他身周背后, 一道道法则垂落, 凝聚成了一尊头戴平天罐, 面容巍异的君王虚相, 俯瞰着商量等人。 全场死急, 但这却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紧接着, 一个被懒的声音自虚空之中传来, 居然现出了先王法相。 也罢, 那我也跟着凑凑热闹吧。 出罢, 一只身高百丈, 毛发结白如玉, 身后挥舞着七条尾巴的天壶须向便浮现在当空。 天哪, 是青秋湖国的天壶, 妖媚女子用近乎身影的语气说道, 商量的脸色简直难看到了极点, 但事情远比他想象的环要可怕。 因为就在这时, 在不远处又传来了一个笑嘻嘻的声音, 你们都现出法相了, 我要不现似乎显得有点说不过去了。 说着, 一尊身穿黑金脸服的黑暗君王法相赫然而出。 这下, 商量以及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 比雪还苍白。 可是还没完, 那老朽也来凑凑热闹。 轰, 一尊巨大的太极八卦图骤然浮现, 卦象不停地推演, 显露出种种玄奥至极的幻象来。 又是一尊先王, 众人已经被震惊得近乎麻木了, 这他妈是撞了先王窝了麻, 先王什么时候已经这么不值钱了? 山羊胡轻声说着, 眼中泪花闪烁, 简直都要被吓哭了。 要早知道来这里后会遇到这么多先王, 打死他都不敢跟着商量一起过来。 因为这纯粹就是在送死啊, 商量的面色也很不好看, 但他还是强自镇定地安慰道。 放心吧, 如果对面仅有这四个先王的话, 我还可以撑得住。 毕竟我的先王法则可是很强的, 除非有体修, 不然我谁都不怕。 虽然有很多吹牛的成分, 但他说的也并非全是虚言。 他所掌握的乃是将一切还原本真的法则, 所以善克一切法术, 除非遇到连一丝法术都不会的纯粹体修, 否则它便有很大的优势。 而一丝法术都不会的纯粹体修在诸天之中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哪里会那么轻易地便遇到。 因此众人那本来极度脆弱的情绪也随之稍稍平复了一些。 商量也不禁稍稍松了口气, 这要是不加以安抚的话, 不等对方发难, 这帮人估计就自己先崩溃了。 可似乎是故意跟商量作对一样, 还没等他的心放下来, 虚空中又传来了一个浑厚至极的声音, 既然大家都信了法相, 那我就也随大留吧。 话落, 一尊身高数百丈, 浑身肌肉隆起, 好似上古巨人般的壮汗虚相便浮现于空。 商量得嘴巴张得老大,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眼中更是显出了一丝惊惧之色。 因为他从这尊虚相身上感受到了近乎无穷无尽的力量, 而能给他造成这等震撼的,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对方是一鸣如假包换的体修。 这种压迫感令他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而且不光是他, 全场更是一片死疾, 见此情景, 地球之上更是炸开了锅, 哈哈哈哈, 我就说麻, 咱们地球现在有五大仙王坐镇, 任何来犯之敌都是在以卵及时。 没错, 五大仙王齐聚, 这哪怕是在诸天之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景象了吧。 不知怎的, 突然有点同情这帮敌人了, 所以, 我先笑会。 擦, 楼上的, 我的五十米大刀都差点拔出来了, 下次注意点。 网络上又是一片欢腾, 与此同时, 胡叶打亮了几眼面前的这支队伍, 然后便冲着最前面的商量黑黑一笑, 就带着这么点人便想过来惹事。 你是来搞笑的吗? 商量浑身一颤, 旋即眼中便现出愤恨之色。 这么点人, 呵呵, 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了, 我们这些人团结起来, 也不会弱于你们的。 对麻, 说着, 他转过头来想看看众人的反应。 可是此时的这帮家伙, 全都因为极度的恐惧而牙关打战, 甚至连头都不敢抬, 更遑论有什么反应了。 商量一愣, 然后便暴怒道,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来之前我们不是都商议好了吗? 要共同进退, 对付薛安。 怎么, 都退缩了, 质问声中, 这帮家伙依然没有反应, 反而其其往后退了一步。 你们, 商量简直怒不可遏, 正在这时, 诸葛藏忽然开口道,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 你应该是甘天愿的院主商量吧。 商量文言转过头来盯着诸葛藏看了片刻, 然后冷恒了一声, 我当是谁, 原来是诸葛神算啊。 怎么, 你也给薛安当喜看门狗来了吗? 诸葛藏并没有发怒, 反而淡淡一笑, 商量, 你好歹也是一名正派修士, 为何要跟这帮邪魔外道勾结在一起? 邪魔外道, 呵呵, 诸葛藏, 你少在这废话, 我来此就是想找薛安报当年的仇, 你要是事项的乖乖闪开,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商量满脸宁色地说道, 找薛安报仇, 呵呵, 你真好意思舔着脸说, 当初薛安曾为先尊之时, 你怎么不说报仇呢? 狐叶冷笑一声, 还不是觉得薛安现在身负重伤, 想要过来趁火打劫, 什么东西, 这番话十分刺耳, 但商量却丝毫没有在乎, 反而冷笑道, 没错, 我就是趁人之危了, 你又能怎样? 而且我还告诉你, 薛安落的现在这般田地都是他旧游自取。 找死, 叶寒上早已按捺不住, 因此直接便动了手。 只见在商量的面前陡然现出了一道巨大的污流, 狂暴的时空之力汹涌而出, 就要将商量撕碎。 但这些力量到了商量进前之后, 却直接化为了虚无。 而后商量便凝笑起来, 别以为你们人多我就会怕了你们, 你们是先王, 但我也是。 随着话音, 在商量的头顶之上陡然现出了一尊周身隐于迷雾之中, 唯有双眸显露在外的神像。 只见神像目光所过之处, 空间直接被还原为最本真的状态。 那道时空污流随之化为了污有, 第1771章党我者, 死。 然后商量撞弱疯狂地说道, 来啊, 一起上吧, 看看你们能不能胜得了我。 诸天之中一直有个说法, 能对付先王的只有先王, 但要想杀掉先王, 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因为凡是真正通过自己修炼成就先王果位的, 一般都已经和某些宇宙法则融合为一体。 所以要想真正地杀掉先王, 除非你能泯灭法则。 而这, 就已经是先帝级的强者才可以接触到的领域了。 但是万物相生相克, 就在商量近乎疯狂地叫嚣之时, 一直保持沉默的储无相忽然一步跨出, 直接冲至商量近前, 然后举拳便打。 轰, 储无相的这一拳将空间都挣位了击粉, 然后重重轰在了商量的胸膛之上。 卡卡卡, 商量的所有肋骨被这一拳直接轰碎, 震得他往后退了好几步, 然后张嘴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甚至于连他头顶的虚项都随之晃动起来。 储无相面无表情, 又一次其身上前, 举拳便轰。 商量面现金锯之色, 他所掌握的法则之力最大的死血就是无法化解单纯的肉体力量。 所以他才会十分畏惧纯粹的体修, 尤其这个储无相, 简直就是一个绝世猛人。 从他出拳来看, 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法术波动, 也就是说他是纯粹靠肉身的力量修炼成现在这样的。 这他妈的有多死心眼才能对自己如此之狠啊。 商量心中默默吐槽了一句, 然后身形往后击退, 同时大喊道, 剑七姑娘, 地球就在眼前, 你还打算看戏到什么时候? 没错, 这便是商量能够撑到现在的最大依仗了。 因为他很清楚, 既然剑七世为薛安而来, 那么这群阻拦的人自然也会成为他的敌人。 果然, 当他的话音刚落, 一声悠悠的叹息便传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真是一群废物物啊, 随着话音, 一个细小伶仃的身影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并直接拦住了楚无相的去路。 一件事的女子, 楚无相不禁微微一皱眉, 然后便往后退了半步, 并未动手。 因为他一向有葛原则, 那就是除非必要, 否则绝对不跟女子动手。 这也是因为他一点原羊未泻, 并且所修炼的天禅无相公需要绝对断绝女色的缘故。 可是他没动手, 身后不远处的诸葛藏却是脸色大变。 剑七, 你怎么会在这? 胡叶的面色也逐渐凝重起来, 因为他也听说过剑七。 这可是最近百年以来, 剑道之中最为耀眼的名字。 只剑剑七面如纸水, 扫了一眼诸葛藏, 然后便淡淡一笑, 原来是诸葛前辈。 我是为红莲先尊而来, 所以还请让开一条道路。 话说得很客气, 但诸葛藏的脸色却逐渐难看起来, 因为他知道, 这个看上去空灵秀奇的女子实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剑疯子, 根本不能以常理揣舵。 因此他审声道, 剑七姑娘, 据我所知你跟红莲先尊之间并无仇怨, 你为何要找他呢? 剑七唯唯一笑, 眉间的树文越发烟红, 好似一滴血珠正在滚动一斑。 因为我要挑战他啊, 听闻说当年的红莲先尊不但修为今天, 还有一手冠绝珠天的剑术, 所以他也是我所要挑战的七个人之一呢。 说到这, 剑七变得十分兴奋, 月月预示道, 只要能击败他, 我就可以改名叫剑六了呢。 这时商良身上的伤也已经恢复了许多, 因此在听到剑七的话后, 他急忙说道, 没错剑七姑娘, 现在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否则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 只是这几人阻拦着不肯让我们进去见薛安, 剑七笑了笑, 诸葛前辈, 我不想跟诸位翻脸, 所以请你们让开一条道路, 否则, 挡我者死。 此言一出, 正在观看直播的整个世界都为之震动起来。 这女的谁啊, 这么嚣张, 真是, 敢在五位先王面前耍横, 揍她。 网络上舆论如潮, 诸葛藏面沉似水, 剑七, 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么做的后果。 后果, 呵呵, 我的剑, 从不讲后果, 剑七失声轻笑, 然后便轻描淡写地往前迈出一步。 一步之下, 虚空震动, 连带着远处的地球似乎都在微微颤抖, 而这一步也令本来沸腾的世界随之安静下来。 手当其冲的楚无相剑撞微微一皱眉, 他虽然不想跟女人动手, 但面前这个女人似乎有点太嚣张了。 因此他抬起菩萨大小的手掌, 一掌挥了出去。 可就在这时, 剑七的手中突然炸开了一道璀璨至极的剑芒。 剑光所指之处, 时空都随之凝至。 冬得一声俱响, 这一剑正刺在了楚无相的胸膛之上, 激起了无数的火花。 但这无间不摧的一剑却未能刺破楚无相的肌肤。 楚无相闷横一声, 却连一步都不肯退, 并且迈不上前, 想要生生顶飞这一剑。 可就在这时, 剑七淡淡道, 身体锤炼得不错, 但当我者都得死。 话落, 他眉间的树纹光滑一闪, 楚无相胸前的这一剑便随之暴涨起来。 轰, 楚无相被生生顶飞出去, 头顶的法相也微微晃动了些许。 而后剑七继续迈步上前, 没迈出一步, 他眼中的剑翼便浓烈一分。 七步之后, 他双眸之中的剑翼也以凝缩为针尖大小。 与此同时, 在他的头顶之上, 一股浩然剑翼冲天而起, 撼动星辰。 而在剑翼之中, 一柄烟红似血, 细小伶伶的剑道法相骤然成形。 剑芒所指, 时空凝滞, 剑七的神情越发空灵, 淡淡言道, 让开, 否则死。 说罢, 他便迈步往地球走去, 楚无相见到这一幕, 怒恨一声便准备冲上前来。 但就在这时, 一道黑色的天幕从天而降, 将剑七彻底笼罩起来。 眨眼间, 剑七的身形便消失不见, 可还没等天遮那喘口气, 一道剑芒横斩而出, 直接割破了天幕。 剑七继续前行, 甚至连脚步都没有乱上分毫。 既然不肯听, 那就去死。 说罢, 剑七抬眸, 举手, 斩出一剑。 剑光如海, 霞绝带风华, 直习天遮那。 第1772章 是不可挡, 这一剑来势极快, 并且所过之处, 连空间都被切为两半。 此等害人威势令天遮那都为之震惊, 但此时他已退无可退, 情急之下, 天遮那只好勉强催动起自身的先王法相来硬抗这一剑。 扑, 一剑斩过, 天遮那头顶的这尊黑暗君王法相面现痛苦之色, 而后一条绑壁便炸裂开来。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斩过的一剑居然去而复返, 直奔天遮那的后心而来。 天遮那下的亡魂皆冒, 不顾一切地往前急奔, 试图躲开这一剑。 但残血尚未复原的他又怎能是这一剑的对手。 眼见得剑光即将入体, 就在这时, 一道时空污流骤然浮现在他身后, 将这道剑光拖入其中。 虽然仅仅片刻之后这道剑光便轰然而出, 将污流彻底击碎, 但好歹算是争取到了一点时间。 与此同时, 一条毛茸茸的尾巴自虚空探出, 直接挡在了剑光之前。 两者狠狠撞击在一起, 尾巴被剑微压得缓缓往后弯折。 胡叶闷横一声, 反射, 这条尾巴之上现出了层层连衣, 好似反射镜一样, 将这道剑光生生弹射出去。 剑至半空之时, 楚向一跃而起, 一拳轰在了剑光之上。 砰, 剑光阵战, 似乎在不甘地挣扎, 而后方才彻底破碎开来。 可就是这么一耽搁的功夫, 剑七遍已经穿过众人的封锁, 深化流光, 往地球飞去。 天真那惊魂未定, 气喘吁吁地喊道, 卧曹, 这娘们到底什么来头, 怎么这么凶残。 诸葛藏面色凝重, 审声道, 他见事已成, 但凭一人之力根本无法阻拦他, 老楚, 你在此对付这帮人, 其余人跟我来。 说吧, 他便深化流光, 追了上去。 天真那, 虎叶还有叶寒上三人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 通过电视镜头的直播, 全球都看到了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尤其当看到剑七飞向地球之时, 无数人都发出了惊呼。 我的天哪,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厉害, 有人震惊, 完了, 连先王都阻挡不了她的脚步, 还有谁能是她的对手。 有人悲鸣, 地球联军指挥部中, 气氛同样压抑的可怕, 看着监视其中那道直奔地球而来的流光, 所有人的脸色都白了。 唯有郑国大将目线争容, 缠声鹤道, 锁定了吗? 操纵雷达的几名军兵满头大喊, 产声言道, 将军, 他的速度太快了, 根本锁定不了啊。 而当他们说话之时, 流光便已飞入了大气层中。 郑国大将立即鹤道, 锁定不了那就炮火覆盖。 将他所有可能前进以及躲避的方向都给我用导弹轰一遍。 是, 可能是郑国大将的冷静感染了这些工作人员, 人们立即开始忙碌起来。 计算机疯狂计算, 很快便列出了所有的点位。 紧接着, 在离着最近的几座导弹基地之中, 无数枚导弹升空而起, 突一着一道道白燕迎上了这道流光。 可是还没等这些导弹冲到近前, 一道见光如同游龙般在空中一转。 轰轰轰, 所有的导弹便被直接引爆, 而剑7的身影则已穿过重重封锁, 来至了薛安所在之处。 遍布于此的监控镜头忠实地记录着一切, 所有人的心都在瞬间凉了半截, 因为谁也没想到剑7居然能来得这么快, 而且是直奔薛安所处的方向。 与此同时, 察觉到异样的安颜缓缓睁开双眸, 在他的面前不远处, 剑7悬浮于半空之中, 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 炼金甲咒, 这种记忆不是早就失传了吗? 看着一脸好奇的剑7, 安颜的心没来由的一景, 因为他注意到了剑7头顶之上那冲天的剑翼。 这股剑一枝强, 令他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不光是他, 在他身后的唐薛尔范梦学等人都感受到了这个空灵女子的可怕。 这就是要对我老公下手的敌人麻, 安颜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然后缓缓站起身来。 甲咒舒展, 背后, 一对流光溢彩的金翅逐渐绽放开来。 而后安颜举其手中的平底锅, 斜斜指向剑7, 我不管你是谁, 现在都给我滚。 剑7没有动物, 反而饶有兴致地看着, 有先王气息的雷尊。 可惜实力太弱了, 根本驾驭不了啊。 说到最后, 剑7眼中的好奇逐渐吞去, 然后随手一挥。 一道剑芒瞬间便出现在了安颜面前, 安颜压根就没反应过来, 身后的金翅便猛地一合, 堪堪挡住了这一剑。 当一声清脆至极的金铁交鸣声, 安颜浑身巨震, 虽然因为甲咒护体, 并未受伤, 却还是被这一剑所包含的巨力给直接轰飞出去。 与此同时, 唐轩尔等人的攻击也已轰到了剑7近前。 但剑7连瞅都没瞅他们一眼, 只是目视着前方那片防御光雾, 然后一步跨出。 轰, 这一步之下, 剑威如山, 直接踩碎了唐轩尔等人的所有攻击, 并将其震飞出去。 从剑7出现到现在, 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 守护于此的安颜等人便全部被震飞出去。 而看剑7的样子, 似乎根本没有动用多少力量, 由此也可见他的实力有多恐怖。 剑7又跨出一步, 便要来至光幕之前。 可就在这时, 一道淡不可查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身侧, 然后轰出了一击。 可下一秒, 这道身影便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被震飞出去, 并且在半空中便吐出了一口鲜血。 被剑威震的昏头昏脑的揍碎一剑 倒着一幕不禁惊叫一声, 小蕊。 然后便冲了上去, 一把接住了小蕊。 可这时的小蕊却已昏迷过去, 嘴角还残留着一丝烟红的鲜血。 揍碎剑撞眼睛都红了, 妈的臭娘们, 我跟你拼了, 说着他放下小蕊便要上前, 但仅仅迈出一步, 一股浩然剑威便直接将他压得半跪于地。 紧接着便听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 一道剑光直斩而下, 将这固若金汤的防御光幕生生轰碎开来。 破碎的光影之中, 血安的身影逐渐显现。 不好, 夜已赶到中途的诸葛藏剑撞惊叫一声, 狐叶更是目自欲裂, 身形一甩, 促到狐尾便以迅疾无比的速度攻向剑七的后背。 第1773张思维凸现, 可见七连头都没回, 往后一个弹指, 剑光便直接震退了狐叶所有的攻击。 狐叶面色一白, 显然受了些轻伤。 与此同时, 剑七迈步走向了血安, 浑身贪软在地的安岩见到这一幕简直五内剧坟, 眼中的光滑疯狂闪烁, 一道奇迹随之挣脱了束缚, 居然生生从半步针线直接跨越了一个大阶段, 迈入了半步大罗之境。 而后他飞升而起, 周身甲皱燃烧着熊熊火焰, 直奔剑七而来。 严姐家, 唐轩而私声惊叫一声, 剑七停住脚步, 然后微微侧过头来, 绕有兴致地看了冲来的安岩一眼。 居然直接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有点意思, 但还是差得太远, 说着, 他一直暗落, 哼, 安岩就觉得好似有一座山骚然降临在肩头一样, 声声将他从半空中压趴在地, 再也无法动弹。 而后见七便又一次迈步向前, 不, 不要, 求求你不要, 安岩拼尽全身的利息, 想要喊叫, 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于是他只能满脸泪水地看着这一幕, 心如刀割。 正在这时, 一声佛号突然从虚空中传来, 拿摩我佛, 女施主通天修为, 何必要跟一个重伤之人计较呢? 随着话音, 一鸣周身闪烁着金色佛光, 脑后更是有一轮金光照耀四方的和尚便出现在薛安面前。 见七顿住脚步, 淡淡道, 无形地, 以这样的大菩萨也要掺和我的是麻。 不敢, 只是薛施主有能于我, 所以我愿以身替之, 施主意下如何。 金爵面带慈悲地说道, 以身替之, 呵呵, 见七冷冷一笑, 你会见到吗? 金爵摇了摇头, 那还不让开, 我要比的是红莲先尊, 而不是你。 金爵却恍若未闻一样, 低头颂念起经文来, 金色的佛光逐渐强盛, 隐隐有跟见七分庭抗礼之事。 见七淡淡道, 我一般不杀和尚, 所以现在我再说一次, 让开。 金爵窥然不动, 见七眉间的树纹骤然一闪, 一抹剑光直冲而出, 那你就去死吧。 哼, 当剑光集体的那一瞬间, 一朵金莲骤然浮现, 生生挡住了这一剑。 可下一瞬, 金莲便被剑光搅碎, 紧接着庞大的剑一遍 在金教的金身之上展出了一道白印, 并将其震飞出去。 至此, 前路在吴祖岛, 剑七一步便跨到了薛安静前, 恰在此时, 诸葛藏和胡叶叶寒上三人也赶到了, 但还不等他们有所动作, 狂暴的剑是凭空浮现, 便跟他们缠斗在一起。 虽然三人几次前冲, 无奈这剑亦无比坚韧, 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摆脱开来。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完了完了, 这下薛战神死定了, 有人面色惨白, 轻声咧喃道, 剑七却没有像众人想象的那样直接对薛安下手。 相反, 他目光闪烁地打亮着薛安, 然后眼中的兴奋便逐渐冷却下来。 居然陷入了生死之间, 我还以为你的重伤只是传言而已, 没想到确实真的, 真是令我失望啊。 剑七异性索然地说道, 离着最近的安言文言眼中陡然生腾起一丝希望的光芒。 莫非这个女人见到老公这个样子, 准备放弃了。 可接下来剑七的一句话却无情急碎了他所有的幻想。 人生真是寂寞啊, 想找个可堪一战的对手都这么难。 剑七轻叹一声, 然后扫视了薛安一眼。 算了, 既然你已经醒不过来, 那我就帮你解脱了吧。 说着, 剑七豁然抬手, 一剑斩落。 不, 安言极火攻心, 居然生生摆脱了一部分压制, 然后便私生尖叫起来。 声音如杜鹃气血, 令人不忍足听, 可现如今, 天上地下已经在无神能阻止剑七了。 远在外太空之中, 跟楚无相进行缠斗的商量 居然也在用神念偷偷观察这里的一切。 当看到这一幕后, 他简直是心欢勿放。 好, 只要这一剑斩落下来, 红莲仙尊便将就此成为历史了。 哄, 这一剑远比之前剑七所施展出的任何一剑都要璀璨夺目, 然后直奔薛安而来。 而展出这一剑后, 剑七缓缓转身, 便打算离开。 因为在他看来,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没有谁能在自己的这一剑下活下来。 可就在这时, 变故斗生, 但见这本来气势如虹的一剑在公道薛安面前后, 就像是被按下了暂停剑一样, 突然凝制在半空之中。 紧接着, 这本来璀璨夺目的剑光就如同生锈了一样, 开始不停腐蚀, 并在眨眼间便片片断裂开来, 散卫了无数光点。 所有人都傻了, 包括安言也在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难道说薛安要醒了, 可为何自己感受不到他身上有任何改变呢? 正当安言为之惊疑之时, 剑七的眼睛却渐渐亮了起来, 就好像见到新奇玩具的小孩子一样, 满脸的好奇跟兴奋。 有意思, 身陷生死之间都能规避我的剑一麻。 那我倒要看看, 醒过来后的你到底有多厉害。 剑七轻声言道, 然后便直接坐到了薛安对面, 双眸缓缓和尚, 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入定了。 全场一片死急,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 尤其看向剑七的目光之中充满了惊疑和不解。 这个女人的脑回路得有多么奇葩, 思维得有多么凸显, 才能做出这种事来。 明明刚才还打死打活的, 结果下一秒居然直接入定了。 她难道就不怕众人趁机找她算账吗? 包括外太空中的商量见状也是一脸的蒙逼。 全脊变背弃的差点吐了血, 这个女人果然跟传言中的一样, 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不然正常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自己居然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她身上, 真是自讨苦吃。 想到这, 她虚晃一招, 也不跟楚无相打了, 直接便跳入了虚空之中逃之夭夭了。 楚无相追赶不及, 只好顿住脚步, 然后转头看向跟商量一起来的这帮家伙。 这帮人凶此刻全都是这个表情, 奥米加楚无相那张憨厚的脸上 渐渐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不好意思, 既然她跑了, 那你们就乖乖留下来吧, 然后这帮人凶的表情就变成了这样。 铁地一千七百七十四张五行鞋地。 与此同时, 笼罩全场的剑威突然消失无踪。 安言第一个冲上前来, 将学安牢牢护在了身后。 与此同时, 叶以红了眼的邹岁怒吼着便冲了上来。 居然敢伤害小蕊, 给我去死。 说着她举其手中的匕首便刺了过去。 不要, 诸葛藏急忙大喊一声, 可为时已晚, 还没等邹岁的匕首挨到剑西的身体, 一丝剑芒突然浮现, 然后便斩碎了匕首, 刺入邹岁的手心, 从肩膀透射出来。 鲜血流淌而出, 邹岁险些痛晕过去, 周大牛赶紧上前扶住了她, 这时诸葛藏冲到镜前, 先打量了一下薛安, 见其平安无事, 这才松了口气。 而后她面沉似水地看了看一旁入定的剑西, 审声道, 任何人都不要随意靠近她, 因为入定之后的她, 比清醒的时候更危险。 谁也没想到, 这一场大战居然会以这种戏剧化的方式收场。 看着盘西坐于地上入定的剑西, 很多人的心中都生出一种十分滑稽的感觉。 这叫什么, 打着打着突然不打了, 然后还留了下来。 正当众人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时, 楚无相归来了, 在她身后还跟着一大帮神情萎靡的男男女女。 商量呢, 诸葛藏问道, 楚无相不好意思的一笑, 她跑了, 我没追上。 但这些家伙一个都没跑, 全被我抓回来了。 跑了就跑了吧, 一个先王想跑, 我们还真留不住她。 现在关键是要怎么处置这个女疯子还有这帮家伙。 胡叶问道, 众人文言全都默默点头, 还用说什么, 这个女人肆意妄为, 险些害了薛安, 自然是杀了了氏。 天哲那怒声道, 诸葛藏文言却苦笑着摇了摇头, 没那么简单, 这个女人是剑成痴, 一身剑道修为深不可测, 别看她现在入定, 但寻常手段根本就奈何不了她。 那怎么办, 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她在这带着麻? 诸葛藏意味深长地看了这个剑气一眼, 其实, 她现在在这带着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什么意思, 天哲那怡惑道, 没什么, 诸葛藏笑着摇了摇头, 没准是我想多了。 总之现在还是暂且不要动她为好, 然后她扫拾了一眼储无相带回来的这帮家伙, 视线所过之处, 这些人无不为之战斗。 诸葛藏唯唯一皱眉,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些恶贯满盈的坏蛋, 其中甚至有几名曾犯下滔天罪行的江阳大盗。 因此她的神情一冷, 沈圣道, 老楚, 这些人既然敢来那就没什么说的, 全都杀了吧。 此言一出, 这帮家伙变鬼哭狼好起来, 大人饶命啊, 这一切都是商量那个家伙攒夺的, 跟我们无关啊。 没错大人, 我们都是受商量蒙蔽才会做出这等措施, 求您饶命啊。 求饶声中, 忽然传来一个战斗的女生, 大人, 我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如果说出来后, 能不能饶我一命? 哦, 重要的信息, 诸葛藏一愣, 没错, 说话的正是那名妖媚女子, 只见她面色发白地说道, 是关于这位先尊大人的。 诸葛藏点了点头, 好, 如果你所言是真, 那我可以考虑放过你。 妖媚女子大喜, 急忙说道, 多谢大人, 我乃是仙女心欲献空洞的人, 当时我在收到商量的邀请动身前来之时, 偶然听到了一个消息, 说是当年的五行邪弟也已经收到了红莲仙尊重声的消息, 并已重新出山, 准备前来报复。 此言一出, 诸葛藏天遮纳还有叶寒商等人齐齐色变, 唯有安言和胡英等人不明所以, 胡英低声问自己的哥哥, 哥, 这五行邪弟是什么人? 此刻的胡叶, 面色也变得十分的难看, 陈生解释道, 五行邪弟乃是当年叱咤诸天的五大邪宗派主, 分别是东木南或西京北水中土这五大邪宗, 而他们五人则分掌五行法则, 正道先王果位, 实力极为强横。 不光如此, 一旁的叶寒商审声道, 这五人气量狭窄, 雅刺必报, 并且彼此之间配合默契, 一旦动手便是五人集体出动, 五行邪法一出, 哪怕是先帝之尊也得退避三社, 因此当年极为的猖狂, 堪称无人敢惹。 胡叶听得小脸煞白, 那,那他们找薛哥哥干什么? 诸葛藏叹了口气, 当年薛安出登先帝, 这五行邪弟各种挑衅, 于是薛安便单枪匹马地跟他们大战了一场, 最终的结果便是五行宗门被迫解散, 五行邪弟就此不知所终, 没想到他们居然还活着。 而知道薛安的现状后,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 诸葛藏的语气中满是忧虑, 毕竟这五行邪弟可不同于商量, 那可是曾经数一数二的邪派高手, 一旦他们前来, 哪怕是自己这些人联手, 胜负都很难料啊。 正在这时, 胡叶审声道, 要不我回青秋湖国班救兵吧? 只要大长老他们随便来一个, 这五行邪弟变得死。 诸葛藏摇了摇头, 来不及了, 既然他们要来, 肯定就在这几天之中, 你往返一次青秋湖国幼的多长时间呢? 众人陷入了沉默之中, 过了片刻, 诸葛藏逼声道, 这件事先不要透露出去, 否则容易引起恐慌, 我们私下做好迎战的准备。 是, 安言则紧紧握着手, 目光痴迷地看着薛安。 老公,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来啊? 大家现在可都在为你而忙碌, 如果你不能及时醒过来, 地球的云云众生能否躲过这一场劫难呢? 与此同时, 在那无尽虚空之中, 商量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般, 疯狂地逃窜着, 一边跑, 他的眼中一边闪烁着怨毒的光芒, 一切都怪贱妻这个贱人, 本来毕生的形势居然被他生生给搅混了。 还有诸葛藏狐叶等人, 你们身为先王居然甘愿为薛安当看门狗, 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正当他愤恨不已地咒骂之时, 突然间, 前方的虚空变得如铜墙铁壁一般, 挡住了商量的去路。 商量一愣, 紧接着便听一个阴阳怪戏, 满是邪宁的声音传了过来。 呦, 这不是商院主吗? 怎么这么狼狈啊? 第1775张因获得福, 随着话音, 一名身穿袖满了火焰文章的袍服, 面色苍白, 但眼中却满是阴邪争鸣之气的男子便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当见到这名男子之后, 商量先是一愣, 旋即便惊呼起来, 男火鞋帝。 明是男火鞋帝, 男子阴邪一笑, 双眸之中红光引线, 真难为你还能记得我。 没错, 正是本帝, 商院主, 你不在你的甘天怨带着, 怎么跑这里来了? 商量的心中瞬间掠过了无数念头, 他跟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邪派高手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五行邪宗正值春秋鼎盛, 门下弟子横行诸天无人敢惹, 可谓嚣张霸道至极。 这五位邪弟更是分掌五行法则, 实力极为强横。 尤其他们五人还同进同退, 亦有什么事便亦涌而上, 联手对敌。 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先帝强者也得退避三社, 不敢轻着其锋芒。 可就是如此强横的五大邪宗, 却在一夕之间被薛安单枪披码的挑番。 这五位邪弟更是从此销声匿迹, 再无音信。 可没想到今天却在这里碰到了, 商量的心中不禁浮现出一个念头。 莫非, 他也听到了消息, 是奔着地求来的。 想到这, 商量不由心中一动, 然后便故作苦涩的一叹。 哎, 这可就说来话账了, 邪弟大人, 实不相瞒, 我本想去地球找红莲先尊算账, 结果大败而归。 哦, 大败而归, 南火邪弟的眼中邪火大圣, 你好歹也是先王强者, 怎么会败得这么惨? 莫非那红莲先尊并未如深渊之主所言的那样身负重伤? 作为跟薛安有生死大仇的邪派强者, 他们自然也收到了深渊之主临死前的通知。 商量摇头苦笑, 那倒不是, 我亲眼所见, 薛安纳斯确实已经身负重伤, 并且陷入了非死非活的生死之间。 但他居然找来了一帮帮手替他守卫地球。 哦, 帮手, 什么帮手, 据我所见, 有诸葛藏, 胡叶, 叶寒上, 天真那以及一位我叫不出名字的体修仙王, 五大仙王联手, 所以我才会败得这么惨。 说到这的时候, 商量的面色变得极为难看, 可南火邪弟在听到胡叶他们几人的名字后却是嗤之以鼻, 满脸不屑之色。 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原来就是这么一帮酒囊饭蛋啊。 商院主, 有没有兴趣再跟着我回去一趟, 看看我是怎么将薛安这丝千刀万寡, 以泄我等心头之恨的。 商量心中大喜过望, 知道自己猜对了, 这南火邪弟果然是奔着薛安而来。 可玄机他又有些迟疑, 邪弟之妖, 商某自然愿意。 只是对方不管实力如何, 毕竟是五大仙王, 就我跟邪弟大仁两个, 是否有些是单力薄呢? 话音刚落, 南火邪弟便哈哈大笑起来, 商院主还真是跟当年一样的小心谨慎, 一点都没有改变啊。 商量有些尴尬的一笑, 我这不是怕坏了大事吗? 南火邪弟摆了白手, 你考虑的也不算错, 但既然我们叫五行邪弟, 你就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 说着, 他转过头来冲着虚空深处喊道, 几位哥哥, 商院主担心咱们是单力薄, 那便现出身来让他看一看咱们到底有多少人吧。 虚空之中传来了一阵饱含激疯的小声, 商院主真是越老胆子越小了, 也罢, 诸位弟兄, 一起现身吧。 随着话音, 但见虚空为阵, 紧接着便饭起了层层涟漪, 而后从这涟漪之中, 一道道身影开始浮现。 首当其冲的乃是四名男子, 这四名男子身穿袖满各色文章的袍服, 面容威严犹如帝王一般, 身上的气势更是令整片星宇都为之战动, 正是东木, 西京, 北水, 中土四大邪地。 而在他们身后, 赫然是无数的门人弟子, 这些弟子身上都生腾着浓浓的煞气, 显然实力都十分的不俗。 不光如此, 还有各派邪修也在其中, 人数之多, 简直一眼望不到边。 商良满脸震恶地看着这一幕, 这时, 东木邪地冰冷一笑, 我等都已经现身, 这下商院主可放心了吗? 商良浑身一颤, 然后便欣喜若狂的一个静点起头来, 放心, 绝对放心。 那你觉得以我们的实力, 可否攻下地球呢? 南火邪地淡淡道, 没问题, 这下地球将再无半点存活的可能。 商良笑着言道, 很好, 既然商院主是刚刚从地球逃出来的, 那就劳烦你带下路, 我们杀回去。 南火邪地冷声道, 好, 诸位请跟我来, 诸吧, 商良便领着这帮邪修 号浩荡荡地往地球飞去。 同时商量满星欢喜地想道, 血安,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躲。 与此同时的地球之上, 周岁满星焦急地看着正在为小蕊把脉的诸葛藏, 想说什么却又怕打扰了诸葛藏的思考, 因此只能强自按捺下性子等待着。 片刻之后, 诸葛藏微微轻移了一声, 奇怪, 周岁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苍白, 一旁的范梦雪则立即问道, 诸葛前辈, 小蕊伤势如何? 有没有生命危险? 诸葛藏放下小蕊的手腕, 轻轻摇了摇头, 他身上的伤并不严重。 那怎么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 周岁赶忙问道, 诸葛藏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小周啊, 你怎么这么紧张小蕊姑娘啊? 周岁脸一红, 然后缓缓低下了头, 我, 我就是觉得小蕊长得跟我妹妹一样。 这句话令本来准备取笑周岁的周大牛等人全都愣住了。 身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他们自然知道周岁曾经有一个妹妹, 但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因为家庭变故而去世了。 诸葛藏见状轻叹一声, 然后说道, 放心吧。 小蕊姑娘之所以还没有醒来并非是因为受了伤, 相反的, 他还因祸得福了呢。 因祸得福, 周岁一争, 反问了一句, 诸葛藏点了点头, 没错, 小蕊姑娘的灵魂被纳得炼金邪师人为的分成了两半, 后面虽然被我强行将其融合在了一起, 但两股灵魂各自为战, 已经很难彻底融为一体了。 但剑七的这一剑恰到好处, 正好砍在了小蕊姑娘的世海之上, 威压之下, 两股灵魂被迫联合起来对抗这一剑之威, 于是他便有了这次珍贵的机会, 现如今他的两道灵魂正在不停融合, 等融合完毕, 也就是他醒来之时了。 第1776章大军压境, 听到诸葛藏的解释, 周岁和范梦雪全都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周岁惊喜不已地说道, 看来哪个风扑扬岛也做了点好事吗? 因为小蕊的伤, 周岁对剑七可以说是狠之入骨, 但现在听到小蕊居然因祸得福, 有望完全恢复后, 周岁心中的恨意也就随之消失了。 正在这时, 刺耳的警报声忽然响彻横空, 众人面色齐变, 诸葛藏台目望天, 却没有发觉什么异样, 因此一个闪身便飞至了地球联军指挥部中。 怎么回事, 有什么东西触发了警报? 诸葛藏面沉似水地问道, 各国将领以及胡叶叶寒商等人也纷纷赶了过来。 负责警报的人员脸色苍白至极, 颤颤巍巍地指向监视器, 就在刚刚, 突然有大批异常波动出现在火星轨道之上, 并在以极快的速度往地球赶来。 郑国大将看着监视器中那密密麻麻的无数光点, 脸色辨识一辨, 这种异常波动有多少? 这位工作人员的牙关都在打战, 数量极多, 根本无法统计。 整个联军指挥部都因为这句话而陷入了死疾之中。 正在这时, 诸葛藏忽然看向了外面的天空, 然后叹了口气, 该来的怎么也躲不掉。 走吧, 客人已经到了, 话落, 他率先往外走去, 虎叶叶寒商处无相还有天遮那四人沉默无声的在后相随。 与此同时, 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异样, 纷纷抬头看去。 但见天空之上浮现出了无数光点, 紧接着这些光点便显露出了本来面目。 原来这哪里是什么光点, 分明是一鸣鸣修士。 而且这些修士的身上全都充盈着邪气, 令人不寒而栗。 眨眼间, 整片天雨都被这密密麻麻的邪派修士给占满了。 这等景象, 简直如同噩梦一般, 令所有人都为之站立。 怎么会这样, 为何刚刚还好好的, 眨眼间就会出现如此多的邪派修士呢? 正在这时, 但见青红黄白黑五道光华突然从天而降, 然后现出了里面的五个男子。 当这五人一出现在众人面前, 无比恐怖的威压令整个地球都在战斗。 所有人齐齐色变, 尤其是地球上的众多修士, 更是面如死灰一般。 因为他们从这五人身上感受到了令人绝望的无边威势。 诸葛藏面沉似水, 深吸一口气, 缓缓言道, 五行邪弟。 没错, 来者正是五行邪弟以及他们所率领的门下弟子以及各派邪修。 此刻, 他们五人低头俯瞰着脚下的这颗蓝色星球, 脸上全都浮现出一抹冰冷的激凤之色。 就这么个弹丸之地, 居然就是红莲先尊的老家。 脾气最为暴躁的西津邪弟冷笑道, 正在这时, 全球各地, 无数导弹升空而起, 直奔这些邪修而来。 可是这些导弹刚刚冲至半途, 西津邪弟便满不在乎地用手一抓。 砰, 一声声巨响之后, 这些导弹直接从内而外的塌陷开来, 然后解体为了无数碎片。 仅仅一击, 西津邪弟便将这些导弹之中所蕴含的所有金属都给提取出来。 因此这些导弹连爆炸都来不及, 就此话为了满天碎片。 西津邪弟冷笑道, 一群连蝼蚁都算不上的东西, 也敢跟我等动手。 全球一片死急, 因为西津邪弟这一手所表现出的实力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正在这时, 但见诸葛藏和胡叶等人冲天而起, 来至了这五行邪弟对面。 双方都是成名多年的先王, 彼此自然认识, 因此一见到诸葛藏, 西津邪弟便节节冷笑起来, 然后冲着一旁的商量说道, 商院主, 你就是被这几个废物打败的麻。 商量面现尴尬之色, 但还是点了点头。 这时诸葛藏上前一步, 沉生喝道, 五行邪弟, 好久不见。 西津邪弟冷笑一声, 诸葛老头, 你不是擅长算命吗? 那你可曾算过自己今天将要死在这了呢? 这番话说得极为嚣张, 诸葛藏的眼神也渐渐阴朗, 西津邪弟, 有道是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你们这次率领如此多的邪派众人来死, 难道真的要赶尽杀绝吗? 没错, 就是要赶尽杀绝, 甚至连这颗星球我都要彻底毁灭, 要怪就怪那姓靴的吧。 西津邪弟冷笑言道, 正在这时, 胡叶大喝一声, 跟他们这帮家伙还有什么好废话的, 直接动手便行了。 说着, 胡叶一个纵月便冲上前来, 并且直接便献出了先王法相, 对着西津邪弟便是一级。 西津邪弟冷笑一声, 胡叶, 要是你家长老在此我可能还会害怕, 你妈, 还嫩点。 随着话音, 但见他一掌拍出, 将胡叶的这一级给轰了回去, 并且震得胡叶连连后退。 叶寒伤抬手扶住了胡叶, 彼此点了点头, 然后便催动起先王法相, 再次冲了上去。 天遮那还有楚无相自然也不例外, 甚至连诸葛藏也不再废话。 因为他很清楚, 五行邪弟气势汹汹而来, 显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化解的。 既然大战无法化解, 于是他便也豁出去了, 只见他猛的一摇头, 脑后的发迹骤然崩开, 满头引发劈散下来, 整个人的气势也随之攀升到了顶峰。 被阵退出去的叶寒伤见状也忍不住惊叹道, 卧槽, 老头这是要疯啊, 在叶寒伤等人的记忆中, 还从未见过诸葛藏如此的不顾一切。 少废话, 一定要挡住这帮家伙, 不然咱们身后的地球可就全完了。 诸葛藏沉身喝道, 双目之中光滑闪烁, 变为一阴一阳两种样子, 其中更有无促复杂至极的符号不停推演, 显然已经进入了一种玄妙至极的状态之中, 然后便冲入了战团。 叶寒伤看着叶已豁出一切拼了老命的诸葛藏, 眼中闪过一抹绝绝的光滑。 既然如此, 那我就也跟你们好好玩玩。 说吧, 叶寒伤眉间陡然渗出了一滴仙王精血, 然后直飞而起, 没入了头顶的仙王法相之中。 通隆隆, 这道仙王法相开始急速增高, 眨眼间就变得足有万丈高下。 叶寒伤面白如指, 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妈的, 信靴的, 记住你又欠了我一滴仙王精血。 说着他便冲了上去, 一见到他如此, 天真那狐叶还有楚无相三人互相对视一眼, 然后便齐齐点了点头。 第1777章真正的混战。 轰, 天真那的神情变得无比痛楚, 浑身的修为熊熊燃烧起来, 威势增强了何止一倍。 狐叶则猛的一咬牙, 身后的一条狐尾便直接炸裂开来, 无比精纯的鲜血倒灌其身, 让他的双眸都变得一片血红。 相比之下, 楚无相就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了, 只见他浑身的肌肉如游龙斑球解扭动起来, 而后便听他的体内传来了一声声巨响。 好似有什么束缚正在一道道崩断一样, 眨眼间, 楚无相的身躯再次猛涨, 变为足有十米高的巨人, 并且身上的肌肉都在散发着爆炸性的力量, 随便一个战动, 都能将空气挤爆开来。 楚无相黑黑一笑, 放开所有束缚的感觉, 真好。 正在跟南火鞋地颤斗的胡叶文言一扎舌, 我擦, 老楚你平时身上还背着束缚呢? 楚无相点了点头, 我怕控制不住力量, 所以便给自己下了十道尽致。 胡叶, 这一场大战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十一位先王缠斗在一起, 威势之强, 令空间都在不停地破碎。 整个世界的人都在无比揪心地看着天空中的这一幕。 因为这一战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所有人的生死存亡。 但没有修士能够上前助阵, 因为先王之危所过之处, 大罗以下的修士连战都站不住。 所以他们也只能攥紧拳头, 无比紧张地看着。 跟随五行协地而来的这满天协修也没有动手, 相反的, 他们全都好整以暇地抱着胳膊, 然后有兴致地看了起来, 甚至还有心情互相交流一下意见。 则则, 已经有多久没有见过如此多的先王在一起混战了。 有协修嘿嘿笑道, 真是没想到, 就是这么葛不起眼的小星球居然孕育出了红莲先尊这样的存在。 有人感叹道, 看这星球虽然不大, 但气运似乎不错, 等杀光这些楼以后, 咱们可以将这里当成一个邪派据点。 有人已经开始打算如何占领地球了, 在他们看来, 这地球俨然已经是手中之物。 因为他们觉得, 即便防守的狐叶等人也是先王, 但又怎么能是五行协地的对手呢? 与此同时, 战场形势逐渐变得胶着, 虽然五行协地的实力要胜过诸葛藏等人, 并且人数上也要占据优势, 但因为胡叶等人的拼死相搏, 居然勉强站住了阵脚。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胡叶等人正在一点一点地落入下风。 正在这时, 中土协地窥准了一个机会, 冲一旁的商量使了个眼色。 商量心领神会, 直接顶上了中土协地的位置。 中土协地便趁着这个机会分出一道化身流在此处, 至于本体则潜入了虚空之中, 往远处奔去。 顷刻间, 他便来至了昆仑之外, 看着远处的那道光雾, 中土协地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冰冷的笑意。 那应该就是红莲先尊的沉睡之处了, 然后他身形一闪, 潜入地下往那奔去。 此刻, 守候在周围的安岩等人正在严阵以待。 可是以中土协地的修为, 又怎么可能被他们察觉到行踪? 因此不过眨眼间, 中土协地便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光雾之中。 果然, 就在光雾笼罩之中, 薛安盘膝而坐, 头颅低垂, 身上没有半点气息。 而在他身旁还有一名入定的女子, 但中土协地此刻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薛安身上。 当确定薛安果然没有丝毫气息, 已经陷入生死之间后, 中土协地面现激动之色, 然后便悄无声息地来到薛安进前。 过往种种在他脑海中一一闪过, 当年薛安出灯仙帝之位, 便以一人之力杀得他们弟兄五人屁滚尿流, 一直逃到了诸天边缘, 方才勉强保住了这条性命。 当时他们也想过报仇, 但薛安后面接连突破, 并最终成为了矿骨朔金的红莲先尊。 这等威势之下, 他们五人吓得连头都不敢录, 再不敢提报仇二字。 可谁承想后面薛安居然陨落了, 当时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们五人简直喜极而泣, 但又怕是薛安故意放出的虚假消息, 所以也没敢太嚣张。 直到后面确定薛安真的死了, 他们五人这才放下了心, 并大张旗鼓地重开山门。 本以为薛安就这么死了, 但万万没想到前段时间 他们又收到了深渊之主的消息。 薛安居然重生了, 而且又一次修到了半步先王之境。 得知这个消息, 他们立即便往这里赶来, 疑是为了报仇, 但更重要的还是想要斩草除根, 毕竟薛安不死, 他们连睡觉都睡不踏实。 当时的种种屈辱在眼前一一划过, 中土鞋地不由得凝笑起来, 然后缓缓抬起手来。 性虚的, 这都是你的报应, 所以去死吧。 说着, 他这一掌便要拍落, 正在这时, 一只纤细的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膀之上, 然后便听一个清冷的女声从背后传来。 你再干什么, 中土鞋地下的浑身肌肉瞬间僵硬, 一个纵月便飞到了前面, 等转身一看, 眼前赫然是一名面容极致空灵, 眉间还有一道竖纹的女子。 只见他歪着头看着土行鞋地, 你刚刚是想杀他吗? 中土鞋地没来由的心里一寒, 旋即便目声道, 是又如何? 你他妈又是谁? 我叫剑七, 剑七上前一步, 将薛安护在身后, 淡淡道, 我不管你是谁, 现在都不能杀他。 因为他现在是我的, 土行鞋地目光一闪, 惊声道, 剑七, 你就是那个剑疯子, 剑七默然不语,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土行鞋地沉吟片刻, 然后说道, 剑七姑娘, 据我所知你跟着薛安并无半毛钱的关系, 你为何要如此护着他? 因为在没跟他比试之前, 谁都不能动他一根毫毛, 连你也是一样。 剑七冷冷言道, 土行鞋地勃然大怒, 但身为鞋派顶级强者的他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然后宁笑起来, 区区一个剑修, 真是好大的口气, 既然你不肯让, 那就一起去死吧。 说着, 他便一掌拍落, 大地震战不休, 无数的土行之力狂涌而出, 让这一掌的威力变得极为强横。 可就在这土黄色的距离笼罩之下, 一道剑光横冲而出, 并直接钉在了土行鞋地的胸膛之上, 并将其带飞出去。 第1778章天上地下, 唯我红莲, 血安苏醒。 半空之中, 土行鞋地幕后连连, 可都无法奈何这一道剑光, 直到飞行了数百丈, 将防御光幕生生砸碎之后才算堪堪落地。 再看这时的土行鞋地, 夜已变得有些狼狈。 而安岩等人这才惊觉这里出了事了, 纷纷满脸震撼地看了过来。 再说一次, 现在滚, 否则死。 但见剑七站于血安之前, 一脸平静地言道, 中土鞋地背弃得差点吐了血, 因为现在的剑七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在护住自己的心爱玩具一样, 完全不讲道理。 可自己一时间又奈何不了他, 而安岩等人则渐渐睁大了眼睛, 满脸匪夷所思地看着这一幕。 怎么回事, 为何这个可怕的女人突然之间帮着自己这边了? 正当这时, 高空之中突然传来一声暴响, 紧接着便见夜已彻底落入下风的狐叶等人便被声声震飞出去。 诸葛藏甚至在半空之中便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诸葛前辈, 诸葛道爷, 尽叫声此起彼伏, 而后便见西津邪弟上前一步, 宁笑言道, 就这点实力也赶出来丢人现眼。 大哥, 你那边怎么样? 中土邪弟大喝道, 这个女人纯粹就是个疯子, 我暂时奈何不了她。 你们快解决掉那帮家伙, 然后过来供灭薛安。 好了, 四大邪弟和商梁文言齐齐宁笑一声, 然后便直奔诸葛藏等人而来。 眼见得形势危急, 胡叶还有叶寒商等人便要护住诸葛藏。 可诸葛藏却摇了摇头, 没用的, 我现在已经受了重伤, 你们赶紧去下面将薛安还有安严等人带走, 我来拖住他们。 那怎么行? 胡叶惊叫道, 快去, 不然留在这里你们全都得死。 诸葛藏怒吼一声, 须法皆扬, 胡叶以及叶寒商等人面现悲戚之色, 然后依然转身往下方奔去。 南火邪弟, 东木邪弟还有北水邪弟怪笑一声, 怎么? 想逃, 没那么容易, 说着便要追上去, 可就在这时, 诸葛藏忽然一个闪身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别追了, 此路不通, 几人全都停住了脚步, 然后目光阴狠地看着诸葛藏。 诸葛老头, 怎么? 你这是打算牺牲自己来为他们争取时间吗? 吸金邪弟面色阴沉的言道, 是又如何? 诸葛藏洒然一笑, 呵呵, 你觉得自己这样做值得吗? 你可是先亡果位, 不死不灭之躯啊。 吸金邪弟冷笑道, 于我而言, 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的, 反正我是不会让你们这帮邪魔外道肆意猖狂的。 诸葛藏语气轻松地言道, 同时脑后的银法无风自舞, 令他的身形真如这仙人一般。 所有人, 不管是在场的还是通过电视看到这一幕的人, 见此情景全都露出了悲戏之色。 吸金邪弟点了点头, 很好, 既然你这么想了, 那我就成全你。 插了他, 五人便一起动了手, 但见无数道光华侠强爵之威轰向了诸葛藏。 诸葛藏面色平静, 双眸之中光华逐渐璀, 整个人进入了一种无悲无喜的状态之中, 然后便好似能提前预知每一道攻击所经过的方位一样, 不停地闪转挪移, 居然生生躲开了所有攻击。 但他的面容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下去, 这老家伙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来预知一切。 在轰几下, 好也好死他了, 商良忽然大喊道, 几人点头, 立即加快了攻击速度, 诸葛藏的身形变得逐渐迟缓, 脸上的皱纹更是越来越明显, 这一幕令许多人无声落泪, 地面上的狐叶更是双目含泪, 颤生炎道, 嫂子, 你带领着所有人, 待会跟着我们一起走。 安炎这时候已经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 只能默然地点点头。 而这时的夜寒上和楚无相已经冲到薛安进前, 楚无相伸出手来一把掐住了薛安的腰, 想要将其抱起来。 可是他双臂晃动了一下, 薛安却纹丝没动, 怎么回事? 夜寒上问道, 我居然抬不动他, 楚无相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要知道现在的他, 双臂一晃最少万顿的力量, 却奈何不了薛安。 再试试, 快点, 不然就真的来不及了。 夜寒上焦急道, 楚无相点点头, 又一次伸手想要去掐薛安的腰。 可就在这时, 一股无形距离直接将楚无相弹飞出去。 就在所有人为之一愣神的功夫, 但见一道白光突然从薛安的头顶冲天而起, 令四方环宇都为之战动。 紧接着, 薛安的身体便逐渐悬浮起来, 现出了一道道璀璨夺目的光滑。 所有人都不禁睁大了眼睛, 屏住了呼吸。 与此同时, 胡叶还有夜寒上等人更是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 胡叶神情呆滞, 轻声呢喃道, 这是先王之礼, 一旁的夜寒上低声言道, 先王之礼, 当有人正道先王果位之时, 因为诸天震动, 法则重启, 种种不可思议的景象便会被激发出来, 所以也被称为先王之礼。 但不管是胡叶还是夜寒上, 都没有见过如此盛大的先王之礼。 这甚至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范畴, 唯有诸葛藏目光深远地看着位于无数光滑症中的薛安, 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果然不愧是昔日的红莲先尊啊, 居然这么快便突破了生死之间, 并成功晋升为了先王。 算起来他重生才多久, 这个晋升速度若是传开, 估计会令整个诸天都掀起一阵轩然大坡吧。 而这时的五行协地以及商量, 脸上的神色简直难看到了极点。 谁能想到薛安居然会在这个时候突然突破。 于是他们五人互相对视一眼, 立即便下了杀手。 但见代表着五行之力的五道光滑直奔半空中的薛安而来, 并在中途便融合为一体。 等到了薛安静前, 这五道光滑也已凝炼成为一道灰色的光滑, 散发着恐怖的蔑视之威。 可就在这道光滑即将爱上薛安的身体之时, 一股无形的契机从天而降, 生生禁锢住了这道光滑。 没有声响, 没有战动, 这道光滑就此无声无息的分解破碎开来, 并在眨眼间化为了一片虚无。 与此同时, 但见环宇之上, 虚空之中, 天道法则就像是在迎接君王的到来一样, 欢呼雀跃起来。 紧接着, 薛安的身体之中传来了东的一声巨响, 那是心脏跳动的声音。 而后充沛无比的契机便以疯狂的速度开始复苏。 眨眼间, 薛安身上的威势便节节攀升起来。 片刻之后, 一切光滑逐渐散去, 恰在此时, 薛安缓缓抬起头来, 双眸豁然睁开。 在那一瞬之间, 在他面前的虚空之中引现无数红莲。 尽管眨眼间便消失不见, 还是令所有人为之惊惧。 与此同时, 薛安剧足微移, 沉声言道。 天上地下, 唯我红莲, 至此, 薛安终于突破生死, 踏入了先王之境。 第1779章一言压的六先王不敢吭声。 薛安那剧足无上微移的话语在顷刻间传遍环语, 响彻整个太阳系。 但见天地, 日月, 星辰, 其其为之震动, 无数美轮美奂的天花幻象分扬而落, 地面之上更是涌现出朵朵金莲。 所有人都满脸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唯有见七一脸好奇的神色, 饶有兴致地看着。 狐夜神情呆滞地轻声咧喃道, 天花乱坠, 地勇金莲, 老薛, 你这是挣得了一个什么先王果味啊? 与此同时, 薛安含笑看向所有人, 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了安言身上。 言人, 我回来了, 此言一出, 安言喜极而泣, 却连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一个劲地点头。 紧接着薛安看向了远处的诸葛藏, 眼中现出一抹歉意之色。 老道, 不好意思, 我醒得有些晚了。 诸葛藏呵呵一笑, 无妨, 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几天。 薛安点了点头, 你先退下休息下吧, 这些家伙就交给我了。 诸葛藏也没推辞, 转身便退了下去, 这下, 高空之中便只剩下了薛安以及对面的五行鞋弟还有商量等人。 此刻, 不管是五行鞋弟还是商量, 脸上的神色都极为的不好看。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就在这眼看就要成功的关键时刻, 薛安居然苏醒了, 而且还成功突破为了先王强者。 这种功亏一篑的感觉令他们难受的己欲吐血。 正在这时, 薛安的目光从他们的身上扫过。 虽然此刻的薛安只是初登先王, 但身为红莲先尊的鸡威还是令五行鞋弟以及商量等人全都为之色变。 见此情景, 薛安的嘴角微微扬起, 露出了一丝冷然的笑意。 五行鞋弟, 甘天愿商量, 看来都是些老熟人啊。 但我很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勇气, 能让你们不顾一切的过来送死呢? 此言一出, 这些人的脸都黑了, 习其怒恨一声。 尤其脾气最为暴躁的吸睛鞋弟更是怒不可遏, 阴瑟瑟地说道, 性虚的, 你不要觉得我们怕了你了, 你当初确实无人敢惹, 但现在的你仅仅只是葛出灯仙王的新人而已, 真以为还是无敌诸天的红莲仙尊吗? 哦, 薛安淡淡一笑, 然后缓缓抬起手来, 手腕一翻, 手心之中便出现了一朵晶莹剔透, 秀美绝伦的红莲。 见到此物, 五行鞋弟等人简直是勃然色变, 立马往后退了一步。 薛安轻轻抚摸着红莲的枝叶, 似笑非笑地言道, 怎么? 这就怕了, 言语之间, 他抬起头来, 双眸之中红莲引线, 看向了吸金鞋弟。 你刚刚不是说不怕麻, 那现在过来试一试啊, 看看到底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吸金鞋弟背对的脸色轻一阵红一阵的, 张了张嘴却连话都说不出来。 于是现场之中便出现了十分诡异的一幕, 薛安自己独占一方, 身后空无一人, 而对面则是本来气焰嚣张的 五行鞋弟和商量, 在他们身后便是无边无言的各派鞋修。 两方在数量上简直是相差悬殊, 可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 薛安却单枪拼马地站在那, 气势所及之处。 对面不管是先王也好, 普通邪修也罢, 全都一脸的骇然之色, 色索而不敢言。 这等以一人之力压得无数人不敢抬头的画面通过直播传遍了整个世界。 所有人都在不知不觉间激动的热泪盈眶, 那本已绝望的心也随之逐渐复苏。 妈的, 虽然有些臭屁, 但不得不说, 老薛这一幕可是真帅啊。 一言压得六大仙王都不敢吭声, 胡叶一脸艳险地看着薛安的背影, 嘴里低声叨咕道。 正在这时, 这五行鞋弟还有商量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微微点了点头, 他们都很清楚, 如果任由薛安这么压制下去, 自己这边不用动手就已输了。 因为锐气一旦失去, 就很难再培养出来了。 所以在确定彼此的想法后, 吸睛鞋弟便凝笑了一声, 薛安, 我不得不承认, 你确实很厉害, 甚至能在转世重生后的这么短的时间内正道先王。 但你错就错在太过自大了。 哦, 自大麻, 我不觉得, 薛安淡淡言道, 李珍以为我们哥几个这么些年就是一直躲起来等死麻。 李错了, 今天我们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正的顶级先王高手。 动手, 随着吸睛鞋弟的一声爆喝, 他们五人忽然化为五道光滑, 然后冲天而起, 落在了东西南北各个方位之中。 当他们立定的那一刹那, 在他们的头顶之上, 五尊神态争吟造型各异的先王法相便浮现出来。 紧接着, 这五尊法相之间出现了道道光滑, 将他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刹时间, 所有人就觉得身体猛的一尘, 同时周遭的天地元气也在疯狂震战, 并不停地往那五尊法相之中涌去。 这一幕令众人全都为之一惊, 可薛安却连动都没动, 只是静静地看着。 与此同时, 道道丝线笼罩苍穹, 将薛安牢牢困在了当中, 而后便听着五行邪地发出了猖狂的大笑。 薛安, 你果然足够嚣张, 居然连躲都不躲。 但你现在被我等的逆五行诸天大阵所困, 我看你还如何应对。 逆五行诸天大阵乃是这五行邪地于近些年中耗费了无数心血创制而成的绝世杀阵。 一旦成行, 神鬼必毅, 有蔑视之威能。 哪怕你是先帝之尊, 也得退避三射, 不敢轻酌其风。 所以这五行邪地一见正法成形, 薛安成功被困, 不禁喜出望外, 哈哈大笑起来。 与此同时, 在这无数丝线的围困之中, 薛安的身形似乎都变得凝滞起来。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心都揪紧成了一团。 很多人的手都攥出汗来了, 默默地为薛安鼓劲加油。 薛战神, 你现在乃是全世界的希望, 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也就是在这时, 就见商良也在欣喜若狂的大笑。 薛安, 这都是你自找的, 给我死。 随着话音, 商良鼓动全身修为, 犹如一道闪电般冲向了薛安。 可他刚到近前, 薛安便缓缓抬起头来, 眼中光滑如玉, 脸上满是冷漠。 就这, 也想杀我, 第1780张红莲法像, 哗啦, 在薛安的头顶之上, 一朵硕大无比的红莲陡然浮现, 而后这朵红莲便颤堵堵地绽放开来。 怜心之中, 赫然是一名面目模糊不清的少年虚像。 见到这一幕, 诸葛藏不经师生惊叹道, 红莲法像, 是红莲法像。 说话间, 他激动的胡子都在颤抖, 因为这尊红莲法像正是薛安当年叱咤诸天, 威压众人的杀手锏之一。 见如今终于又一次重现于世人面前, 而当这尊红莲法像彻底成形的那一瞬间, 商良便如同中了定身法咒一, 一样呆立在原地。 他的双眼之中满是惊恐之色, 却连手指都无法动弹一下, 只能愣愣地看着。 与此同时, 单见怜心之中的这名少年豁然睁开了双眸。 在商良的眼中, 这名少年的面容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 但当他睁开眼睛后, 商良就感觉万事万物在一瞬之间齐齐消散。 空荡荡的天地间就只剩下了这双散发着红色光艳的眸子。 砰, 商良头顶的仙王法像瞬间崩碎, 然后他便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被震飞出去, 并且半空之中的商良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血。 等到勉强站稳之后, 只见他浑身站抖, 面如死灰, 气势业已萎靡到了极点。 一级, 仅仅只是一级, 堂堂甘天苑的院主, 仙王级的强者商良便被打成了重伤。 这样的一个结果令所有人紧接失语, 这五行邪弟也被惊呆了, 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见红莲法像中的少年猛的一挥手。 轰, 无边夜火凭空而出, 煞时间便铺满了整个天穷。 此时的红莲夜火夜已发生了值得改变, 之前的白色神火已经跟其彻底融为一体。 并且在薛安的先王之力的加持下, 威力增强了何止百倍。 因此所过之处, 那些五行丝线瞬间崩断, 紧紧一眨眼的功夫, 这座由五行邪弟苦心布置下的逆五行诸天大阵就此崩解开来, 化为了乌有。 五行邪弟被这红莲夜火逼迫地往后连连倒退, 整个人简直狼狈至极。 但这五行邪弟不愧是邪派之中的顶级强者, 只见他们连连怒吼道, 姓薛的, 别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们,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达命来, 说着, 五人便开始疯狂地轰击薛安。 他们很清楚, 现如今薛安既然以登仙王之位, 那么彼此之间将再无半点回海的余地。 所以他们也彻底豁出去了, 一出手便是强绝杀招。 一时间, 单见五行光滑缭绕不定, 扰动得整个地球的元气都为之躁动起来。 而剧烈的撞击声, 赤和声更是不绝于耳, 所有人都一脸凝重地看着天空中的这场大战, 但仅仅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看清其中的局势。 老道, 你觉得这场大战最终结果会是什么样? 胡叶轻声问道, 诸葛藏目光炯炯地看着, 两久之后方才缓缓言道, 毫无疑问, 这五行协地必将陨落于此。 陨落, 老道, 你是认真的吗? 胡叶也被吓了一跳, 他本以为这场大战薛安能够获胜并将这五行协地驱逐走便已经很了不起了。 毕竟他才刚刚正道先王, 实力还暂时比不上这些成名已久的邪派高手。 可没想到诸葛藏居然如此的有信心, 认为五行协地会陨落于此。 当然是认真的, 诸葛藏一脸郑重地点头道, 你对老薛这么有信心吗? 胡叶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诸葛藏一笑, 这不是信心, 而是事实, 不信你就接着看。 话音刚落,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正在大战的双方就此分离开来。 这时再看, 薛安头顶的红莲法相夜已少了大半的连夜, 变得光秃秃的。 但相比之下, 五行协地这几人却更为狼狈。 只见他们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吸睛协地还有南火协地的身上更是有数道伤口。 但这种小伤对他们而言简直无足挂齿, 仅仅一个呼吸之后, 伤口便愈合如出。 而后五行协地便一脸凝重地盯着薛安。 性薛的, 你果然厉害, 但你我之间现在势均力敌, 谁也奈何不了谁, 不如这样, 你我各退一步, 我等现在便率领众人离开地球, 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你看如何。 说话的居然是一项暴躁的吸睛协地, 而这个提议也令所有人都为之心动, 这帮家伙若是真能离开地球, 自此井水不犯河水的话, 那简直太好了。 因此在一瞬间, 无数道殷切的目光便看向了高空中的薛安。 可薛安文言却笑了, 笑容之中带着极许激凤, 各退一步, 怎么, 比当地球是游乐场,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麻。 吸睛协地也没想到薛安居然会拒绝自己的提议, 不禁就是一愣, 玄吉便怒道, 信薛的, 你可不要以为我们是怕了你了。 我, 别说了, 薛安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淡淡道, 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得留在这, 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句话一出, 举世都为之震惊, 五行协地更是怒及返效, 信薛的, 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有多狂妄才能说出这种话, 居然还想留下我们所有人。 当初你出登仙帝之时都没能将我们歌舞歌怎样, 现在仅仅只是个先王而已, 就敢如此猖狂。 猖狂, 薛安摇了摇头, 你们说错了, 这根本不是猖狂, 而是一个审判。 话音刚落, 这五行协地便全都露出了激疯的笑容, 可还没等他们说话。 但见薛安上前一步, 双眸之中光滑暴盛, 浩然神念更是冲天而起, 然后他沉声喝道。 见来, 毕生令下, 浩然神念瞬息间便横跨了无数心域, 来至了虚空某处的一个失落的神殿面前。 此刻, 在这座失落的神殿之中, 有一群探保者正在小心翼翼地寻觅宝物。 老大, 这神殿真的好大啊, 里面供奉的是哪位神灵啊? 这名探保者满脸好奇地问道, 费那么多话干什么, 赶紧干活, 老大训斥了两句, 这手下赶忙低下头不敢说话了。 可紧接着这名老大却抬起头来看向了神殿深处那尊业以轻腿的神像, 整个人没来由的一颤。